第1053章《永夜君王》降维打击 萧星宇眼里冰冷而又坚定的神采 让巴顿对这个人类又一次勾起兴趣 坦白讲 从你的眼神和身上散发的气息 我能够感受到这具女尸对你的重要性 但你是你 我是我 这具女尸对我也很重要 你如果想要 那就用实力从我手里抢回去 季魂场的规则只能约束比赛选手 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了 不论是萧星宇还是巴顿都站在擂台下 即使在观众们看来 巴顿的行为有失风采 但这就是神虚界里经常上演的桥段 屡见不鲜 所有的种族 所有的职业者 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变强 在抢夺资源这件事上 没有人会讲究所谓的武德 随着事态的发酵 围观群众越来越多 萧星宇毕竟是弱势的一方 一些于心不忍的看客 偶尔会小声劝说两句 小伙子 算了吧 没必要 一句女诗而已 你人族刚刚创立 何必跟天魔族那样的大种族过不去 而且 我看巴顿也不是非要为难你 就是就是 你这么年轻 又是一个炼药天才 忍一忍算了 意气用事 反而会赔上前途 这些所谓的热心肠 根本不懂此刻低头沉默的少年郎 他们和北半球的人一样 好为人事 甚至开始教导萧星宇 要懂得大局观 权衡利弊为所发育 萧星宇能走到今天 这些道理 根本不需要有人教 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懂 但在这一刻 什么道理都是狗屁 傅活同的执念 在他心里埋藏了这么久 好不容易看到最后一缕曙光 何须权衡利弊 热血沸腾 灵力上涌 萧星宇右手掌心 浮现亡灵之书 亡灵法阵开启 覆盖苍穹 当地面开始摇晃 震动 撕裂 一句句骷髅战士 破土而出 手持长矛骨刃 簇拥在萧星宇的身后 严阵以待 亡灵军团气势浩荡 阴森恐怖 万万海谷熙熙攘攘 几乎将整座祭魂场的地盘淹没 化作一片盛大的骷髅汉海 玉兽文章开启 佩戴皮修面具的美杜莎 执掌破镜指刃 从亡灵镜面里走出 以霸气的站姿 立于萧星宇的身边 这家伙的气势变得好强 我从未见过 这么有压迫感的亡灵玉兽师 刚才在擂台上 那一轮轮显盛 都是演出来的 则则 不可思议的人族少年 观众们不是傻子 毕竟神虚界任何种族 都具备高等智慧 至于那些无脑的种族 早就被优胜劣汰的法则淘汰了 当萧星宇初步展露 永夜君王的真实实力 大家一眼就能看懂 这个人族少年 之前在擂台上 是故意低调 隐藏实力 亡灵之力疯狂扩散 就像无限繁殖的虫族 好似潮水一般涌动 越要吞噬天地间的一切 感受到萧星宇 陡然提升的强者气息 巴顿先是一愣 而后露出兴奋的笑意 萧星宇 你真是让我感到惊喜 此刻 即使没有这具女尸 我也想跟你痛痛快快站一场 争强斗狠 是天魔族的本性 萧星宇抬起头 冷漠的眼神 闪烁着星红的光芒 如果没有这具女尸 我都懒得出现在这里 萧星宇想要的 一直都是女拔遗体 根本没有把巴顿放在眼里 还是那句话 想要女尸 那就从我手里抢 巴顿巨大的魔爪 高举女拔遗体 像是在宣誓主权 So 萧星宇瞬间消失 好快的骑手剑 巴顿脸上的笑意就此凝固 萧星宇的骑手速度 完全超出她的认知范畴 碰 在万千观众的围观下 萧星宇一拳 轰在巴顿的胸口 这一拳 是萧星宇与美杜莎 开启力量共享的一拳 萧星宇的身后 浮现淘机胸象 神态好似魔神附体 骏朗清秀的脸庞 争鸣可憎 巴顿吃痛 立即反攻 天魔刚气如拳喷涌 美杜莎的残影划破长空 美腿如刀 一脚踢中巴顿的下巴 咔嚓 獠牙断裂的声音 是那么清脆悦耳 巴顿连连后退 目入惊讶 看着地上带血的断牙 他不得不重新审视 眼前这个亡灵御寿师 好一个亡灵御寿师 巴顿明显认真起来了 他把脑海里 关于御寿师这个职业的 刻板印象和偏见 全部抛至脑后 血脉之力觉醒 巴顿开启天魔之躯 他的身躯疯狂膨胀 背后长出无数鼓手 在意念的操控下 编织成遮蔽日光的魔艺 充满爆发力的筋肉上 缠绕着诡异的锁链 手腕捆绑着镣铐 脚下的地面 就像地狱一样熊熊燃烧 当巴顿扬起头颅 发出怒吼 身边请客涌现不计其数的 天魔谢僧 他们身躯魁梧高大 漆黑的皮肤 遍布神秘的皱纹 风雷闪电缠绕周围 萧星宇 再来 巴顿的战斗欲望彻底释放 他想要击败 眼前这个强大的亡灵御寿师 天魔谢僧与骷髅战士交会厮杀 形成乌泱泱的双色海巢 恨不得将整座理想制成淹没 这一战的观感 总会让人发出 惊天地气鬼神的惊叹 巴顿真的很强 天魔族的血脉基因极其凶悍 可惜他遇到了萧星宇 不对劲啊 巴顿好像打不过萧星宇啊 天魔族的血脉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辣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萧星宇太强了 快看 巴顿要说了 杀神领域之内 美杜莎的被动 跌了上百层 暴击倍数疯狂飙升 淘机凶向火力全开 与灾厄吞天莽的神像虚影 融为一体 不好 巴顿咬牙 身体后倾 来不及躲闪 他的周围 同时浮现巴扇镜面 噼里啪啦 镜面同时破碎 八道美杜莎的残影 同时飞出 挥舞破镜指刃 血肉切割的声音 是一段美妙的旋律 当美杜莎的镜像 全不容于唯一的本体 巴顿应声倒地 他半跪在血泊里 不停渴血 伤口里燃烧着 死灰色的亡灵之火 让他感到 石骨焚心的痛 什么势均力敌 什么强强对决 这一刻人们才明白 萧星宇的真实实力 是足以吊打 上位天魔 巴顿的 亡灵御寿师的力量 本就不被定义 御寿的等级 也不是限制 灵魂 才是亡灵御寿师 最强的底牌 其中的奥妙 是上官同在那年 今日的冰雁川 一板一眼 交给萧星宇的真理 巴顿并不知道 他此刻面对的 不是纯粹的萧星宇 而是永夜君王 萧星宇一步一步走上前 他的气势 似乎把周围的氧气 全部抽空 让围观者 感到呼吸窘困 就在萧星宇 准备从巴顿手里 抢回女拔遗体的时刻 咻 一条条血色荆棘 从四面八方 飞袭而来 缠绕捆绑萧星宇的脖梗 手臂 腰肢 脚踝 这些血色荆棘 是天魔族特制的魔器 魔球血练 具有强大的禁锢效果 只在一眨眼的功夫 萧星宇被无数魔球血练束缚 困在原地无法挪动 战场周围 不知何时 出现一群 佩戴黑色面具的天魔人 他们是天魔族的近卫 负责暗中保护巴顿的安全 巴顿可是天魔族的少主 他的安危 关系着全族的未来 打不过就摇人 巴顿输不起了 他强撑着剧痛的双腿站起来 血红的目光盯着萧星宇 萧星宇 你颠覆了我对于寿施 这个职业的理解 你不用担心 没有我的命令 我天魔族的近卫们 不会直接伤害你 等我吞掉这具女尸 开启二段血脉之力 我们再继续打 巴顿再次开启 天魔之躯 张开嘴巴 足以吞下 整座祭魂场 吞掉女拔遗体 更是不费吹灰之力 看到巴顿吞噬女拔遗体的画面 萧星宇眼里 无法克制浓烈的杀意 灰烬诅咒燃烧 无序借助降临 第1054章孤身战天魔 与是同流泪 微寒的风吹 来了黄昏的笼罩 理想之城 犹如浸泡在橘子果汁里的 一颗巨大冰块 祭魂场的色调 与天边的夕阳一样血红 遍地狼藉的战场周围 还有一些驻足的围观者 他们并非对这一战的结果 多么好奇 不散的震撼 呆滞的目光 纷纷望着那个少年的背影 肃杀的腥味 厚重浓郁 令人作呕 战场中央 一眼难以计数的天魔禁卫 皆是死不瞑目 一具具尸体 漂浮在血泊之上 堆积成山 咳 嘿嘿 气息奄奄的巴顿 躺在尸山血海之中 他的身体 无法维持天魔之躯 已经被迫退化基本形态 他的身体无法动弹 因为他体内的魔骨 已经碎成积粉 他浑浊的眼珠里 依旧倒映着尚未消散的 敬畏和惧怕 随着生机不断流逝 让他的意识越来越模糊 但刚才那段噩梦般的记忆 此刻却越发清晰 就在刚刚 无序借主一拳 捅进巴顿嘴里 以最残忍粗暴的方式 取出女拔遗体 也正是这一拳 打碎了巴顿的魔骨 终结了他的故事 不知道他是否后悔 如果不招惹萧星宇 他的故事怎会这么轻易地 到此为止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萧星宇的身上 神虚界从来不缺少主角 天赋是这里 最不值得一提的东西 但在此刻 没有人能撼动 这个少年的位置 他不论站在哪 他都是故事里 唯一的主角 周围的一切景致 都只不过是用来 衬托他的道具 萧星宇站在血泊里 用最小心的动作 紧紧抱着女拔遗体 他仿佛于整个世界隔绝 背影在血色残阳下 勾勒出深深的孤独 他在笑 卷起的唇边 勤着血 也情着苦涩 他的存在 就像一幅破碎的画卷 让人忍不住 想要修补他身上的裂痕 为了一句女诗 你至于吗 这是战斗开始之前 大家对萧星宇的劝说 可当这一战结束 还在战场边缘驻足的人们 真的想问一问此刻的巴顿 为了一句女诗 你至于吗 同样的问题 不同的处境 当痛感开始削弱 身体逐渐麻木 巴顿真的后悔了 但他只是后悔 他没有知错 他甚至不知道 自己错在哪 他今天最大的错误 就是低估了女拔遗体 对萧星宇的重要性 萧 可爱爱 一句女诗而已 至于玩命吗 巴顿最后一句话 语气里充满了不解和哀怨 萧星宇一言不发 抱起女拔遗体 转身离开 整个过程 萧星宇没正眼 看过巴顿一次 这位少年一个字都没说 但巴顿却得到了一个答案 临死之前 记忆化作一盏走马灯 从巴顿灯上擂台开始 萧星宇就没在意过他 擂台战结束后 两人私下打斗厮杀 都是盯着女拔遗体 原来 那句女诗对他那么那么重要 重要到 他眼里从来没有我 没把我当过对手看待 甚至把我当成空气 死前的最后一刻 无尽的挫败感 袭击巴顿的灵魂 自嘲一笑 是他最后一个面部表情 特写镜头 有给最后一抹夕阳的照耀 巴顿 是世界上为数不多 能读懂萧星宇眼神的人 但他读懂的代价 是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巴顿的理解很到位 萧星宇从未正眼看过他 因为他眼里只有女拔遗体 这一场看似充满血腥暴力 戏剧张力 以及矛盾冲突的一战 只不过是巴顿的自嗨 也是巴顿的坟墓 巴顿死了 天魔族首领波巡 唯一的子嗣 死于忌魂场废墟 萧星宇眼里 没有太多情绪波动 他抱着女拔遗体 一步一步远离血泊 此刻他的状态 看起来完全不像 刚刚手刃一条 先活性命的柜子手 他的身上没有力气 愤怒 恶意 因为他满脑子都是复活桶 夜深 惨淡的月光照亮人族的气息地 这里是潮汐之崖 三面环山 一面灵海 空挡寄寥的土地上 亡灵之力的气息 就像两袖清风 轻柔荡漾 复杂诡异的亡灵法阵 闪烁着难以用笔触 去复制的纹路和图腾 这是萧星宇 耗费大量精血和心神 布置的名神转生阵 法阵中央 放置着一幅白骨棺材 棺材周围 点燃十二根亡灵之竹 跳动的火苗 映衬着萧星宇 毫无血色的脸庞 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 眼神呆滞 动作僵硬 全靠意志支撑着自己 继续布置复活桶的祭坛仪式 萧星宇本就处在 觉醒无限灵力的前夕 他的灵魂本就不够稳定 此前一战 他召唤了一次无序借助 这对他的灵魂损耗极其严重 雪上加霜的身体 让他的意志逐渐生锈 残破的躯窍愈发沉重 然而他没有一句怨言 他也没有与上官童的灵魂进行沟通 他默默做事 默默准备 默默吐血 距离复活桶越来越近了 他只想把心里的话 留到师徒相拥的时刻 亲口贴着对方的耳畔 好好诉说诉说 一切准备就绪 星空下 萧星宇打开空间戒指 提取涅槃古莲 这朵莲花化作一道流火 注入棺材内的女拔遗体 女拔遗体的胸口 亮起微弱的光芒 涅槃古莲 可以充当铜的心脏 女拔遗体 就是铜的躯壳肉身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将上官童的灵魂 完美融入女拔遗体 需要一定的时间 也需要消耗萧星宇的精血和元气 萧星宇盖上棺材板 微微一笑 玄机原地打坐 双目紧闭 精血以赤物的形式 从毛孔里溢出 营绕在棺材周围 快了 就快了 上官童的复活 真正意义上 进入最后的倒计时 或许一个小时 或许两个 三个 即使是最坏的结果 黎明到来之前 一定可以复活上官童 可是在黎明的曙光 照亮人族领地之前 浓稠的黑暗 吞噬了潮汐之牙的上空 天魔刚气疯狂席卷 数不清的天魔战士 赫然入侵 巴顿之死 所导致的连锁反应 就此触发 潮汐之牙 这里是人族的领地 但这里只有萧星宇一个人 萧星宇面对的敌人 则是整个天魔族 雨滴坠落 一片斑驳 或许 这是上官童的灵魂在流泪 他是最无情的亡灵御寿师 他是不屑于爱情 婚姻和男人的上官童 但他会为这个少年流泪 第1055章 属于永夜君王的谢业 外需百族 百家争鸣 在外需大陆这个维度里 天魔族不是一个好惹的种族 他走到今天 也是吞噬了许多小种族的资源和底蕴 才迎来不俗的辉煌 然而几个小时前的巴顿之死 全是骁勇善战的精锐 人数超过三万 等级覆盖下位 中位 上位 为首的天魔 自然是天魔族的首领 断位是即位 黄昏魔主 波寻 当波寻登场 整片天空为他更改色调 夜幕瞬间退去 整个世界仿佛回到了日落黄昏的节点 冰冷的空气里 除了弥漫肃杀之意 还飘荡着无数金黄色的粉尘 当这些粉尘落在消心雨的肌肤上 先是渗透 钻入血管和骨肉 然后在燃烧中释放恐怖的热量 黄昏尘埃 这是波寻的天赋之一 一惊释放 直接对敌方造成囚龙式的范围性攻击 严格来说 这不是纯粹的尘埃 而是一种天魔钢气凝聚的金属 消心雨的身体变得沉重 皮肤表面产生金色的嗅剂 波寻一惊登场 还未正式出手 就能对永夜君王形态的消心雨 造成有效攻击 这就是 外须时节排名第八的实力 波寻身后 绽放着金灿灿的魔艺 身披金色魔甲 额头上长出一双卷曲的魔脚 一双血红的眼睛 每时每刻都在散发恐怖的威慑 甚至扭曲周围的云层和气流 一旁的静卫开口道 波巨大人 杀死少主的凶手 就是这个人足欲受尸 消心雨 波寻的目光 在俯视中产生微妙的情绪波动 他这次前来 是带着愤怒和悲伤 以及一颗复仇的心 丧子之痛固然悲情 可是当他看到这一切 有那么一刹那 心中产生的震撼 甚至盖过了痛苦和仇恨 震撼从何而来 高空俯视下的潮汐之牙 就像一片从未开发过的原始地带 就算一些不起眼的小种族 起码也会在自己的栖息地上 建立体系化的部落 然而 这片人足领地上 是那么空空荡荡 图有无尽的暗淡和寂寥 这里没有房屋建筑 没有城池围墙 没有防御港哨 没有军队营地 在波巡的视野里 他只能看到 地面上陈列着一幅棺材 一个虚弱的少年 安静地守护在一边 很难想象 这就是人足的全部 波巡深吸一口气 他的眼里满是难以置信 用沙哑沧桑的嗓音 历声质问 萧星宇 你怎么敢杀我儿子的 这个问题里蕴含的怒气 或许还不如疑惑的成分大 当波巡得知自己的儿子被杀后 他第一反应是摩蟹族 幻民族之类的大种族干的 可他得知是人族干的时候 猛了很久 因为这个种族 他是第一次听到 他认为凶手敢杀他儿子 势力一定很庞大 所以 他驱使全族的精锐赶来人族 并且做好了一番 敖战厮杀的准备 哪怕流血牺牲 所以 此刻他看到孤身一人的萧星宇 怎能不触动 他活了大半辈子 根本无法理解 这样一个无权无势 没有背景 没有倚靠的少年 敢杀他天魔族的少主 萧星宇抬眸 眼里波澜不惊 我杀了你儿子 没印象了 萧星宇不是在矢口否认 他只是陈述事实 他真的没有印象 因为他一直都是 为了拿到女拔遗体 巴顿从始至中都没入他的眼 波澜来此之前 已经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萧星宇 我儿子确实有不对的地方 但为了一句女诗而起的争执 不至于让你杀了他吧 至于 萧星宇的回应很直白 波澜和巴顿一样 他们总是把不至于挂在嘴边 殊不知那句女诗 是萧星宇愿意付出一切去守护的至于 波澜怒火烧心 很好 那就一命长一命 你去给我儿子陪葬吧 波澜眼里泛起杀意 动了动手指 杀 随着天魔族首领一声令下 三万天魔大军从高空俯冲 好似一场黑暗的流星宇 将人族领地覆盖得密不透风 虚弱的萧星宇 眸光摇曳 就像快要熄灭的烛火 在他的视角里 一群高大魁梧的天魔战士 挥舞各种利刃 朝他围剿而来 他的身边没有队友 只有他自己 没有人能阻挡我复活他 要战 便战 萧星宇忍痛催动灵力 一边用精血维持上关铜的复活进度 一边开启各式各样的亡灵法阵 他仿佛在燃烧自己 鬼门鸣炎阵 开 幽魂雷鹰阵 开 神域囚魔阵 开 荒芜的人族领地 在同一时间 启动不同颜色和属性的亡灵法阵 他们就像一朵朵绚烂的花 遍地盛开 字意疯涨 象征着铁血的亡灵军团 从撕裂的地方里钻出 撑起骨盾 筑起骨墙 棺材里 冰冷的女拔遗体 尚未产生人类的温度 但眼角溢出一滴滚烫的血泪 此时此刻的永夜君王萧星宇 他在使用上关铜教过的他一切 为了复活上关铜而战 每一个亡灵法阵的编织和设计 精益求精 完美无瑕 亡灵军团的排兵列阵 变化多端 神鬼莫测 对于亡灵之书的驾驭 得心应手 没有失误 曾经 上关铜不止一次说过 臭小子 练习不够 这个夜晚 上关铜无法再开口了 萧星宇的练习 早就拉满了 萧星宇对他的爱 也满了 就像一出名女嫁衣之外的血水 孤身一人占天魔 亡灵絮曲与庞陀 神虚界内 初始创立的人族 只有萧星宇一个人 他没有帮手 他身边只有一群 没有血肉的骷髅信徒 为他发起信仰的冲锋 时间在暴雨的冲刷下 走针愈发迅速 人族领地遍地白骨 是那一句句倒下 碎掉的骷髅战士 五彩斑斓的光芒渐渐微弱 是那一座座被攻破的法阵废墟 当最后一座亡灵法阵被攻破 萧星宇不得不亲自上阵了 他的站姿有些狼狈 但眼神里的信念 从未失去坚定的光辉 沙沙 他喊他的名字 美毒沙出现在萧星宇的身边 镜向投影 主仆二人分别手握一柄破镜指刃 杀神领域开启 亡灵之书 用来擦拭剑刃上的尘埃 这一战 必须守护好这幅棺材 是 狱主大人 沙沙 为难你了 沙 主仆同时启动 脚下激起的亡灵涟漪瀚无穷 同时 萧星宇放手一搏 再次召唤无序借主 瞳孔脱落 神级环绕 战神之环与死神之环互相碰撞 擦出热烈激情的亡灵火花 生命负在开启 神之一负 神之二负 神之三负 欠命式的打法 也是上官同交给萧星宇的本领 不知过了多久 雨停了 云散了 人族领地 尸横遍野 深邃的地缝里 鲜血就像河流发源地一样喷涌 血玻璃 棺材旁 萧星宇和美杜莎背靠背站立 无序借主的身影已经变得模糊不堪 美杜莎是一只爱美的兽人细域兽 她讨厌敌人的血 她讨厌穿肮脏的衣服 此刻的她 衣裙破碎 长发凌乱 雪白的皮肤沾染污垢 伤口里是腐烂的血肉 她低下头 看着手中的破镜指刃 施了神 破镜指刃 是蕴含杀神之力的亡灵圣剑 眼下 剑刃已经卷了 顿了 残缺了 为什么会这样 战场不是擂台 不是江湖 对面 是身披魔能重甲 全副武装 训练有素的天魔军团 他们的打法 是以血换血 是以命换命 他们的策略 是围角收缩 是前后夹击 萧星宇再强 她也只是一名亡灵御寿师 脚下 血水翻涌 身上 破烂的名女嫁衣 已成一席尽透的血衣 这是属于永夜君王的血液 被水衣战中掀起的赤红 才是永夜君王的本色 第1056章同神回归 重逢雨出剑 残酷的战场 吹着刺骨的冷风 人族的领地 以磨血染红轮廓 萧星宇的手再抖 握不住剑刃残缺的破镜指刃 她的体力 濒临透支了 她砍不动敌人身上 厚重的魔甲了 她甚至 为了维持复活上官瞳的进度 不得已解除防御 让更多的精血 滋养棺材里的 那具女拔遗体 波巡为之动容 她从高空降落 从黄昏里走来 看向浴血浑身的萧星宇 这家伙 竟然扛了这么久 如果不谈血仇大恨 波巡真的敬佩 眼前这位人族少年 她从未见过 如此强大的亡灵御寿师 不只是实力 还有那颗灵魂 萧星宇 你为了一具女尸 能做到这种程度 超越自己的肉体极限 这具女尸 对你到底有不重要 萧星宇没有力气讲话 她极力维持战姿 将棺材护在身后 波巡突然笑了 眼神却越来越狠 既然对你那么重要 那我就先毁掉她 让你感受一下 失去重要之物的悲伤与痛苦 波巡想要在萧星宇的面前 摧毁女拔遗体 这是复仇最好的方式 休想 萧星宇艰难吐出两个字 即使身姿歪斜 灵魂剧痛 眼里的灰烬意志 也从未熄灭 黄昏之肘 波巡发动天魔战绩 展现极为天魔的强大 这种大种族的首领 实力普遍 能够对标帅极虚寿 如果用换命的方式作战 有几率当换一些 不擅长攻击的辅助系 王极虚寿 萧星宇已经被消耗到 强弩之末的地步了 在不使用龙王之力的情况下 他根本不是波巡的对手 大地瞬间夜化 人族领地 仿佛沉沦在一片金黄的沼泽里 萧星宇根本没有力气反抗 他的双脚陷入泥沼 持续下沉 脚踝 小腿 大腿直至沼泽 慢过萧星宇的腰线 这是波巡的招牌技能 黄昏之爪 具备强大的控制效果 敌人一旦陷入其中 无法自拔 只会持续沉降 直至淹没窒息 渺小的人族 不该出现在这片大路上 萧星宇 接下来我会让你感受一下 失去重要植物的痛 你看仔细了 别眨眼啊 波巡的魔爪 虚空一抓 直接抽出一名天魔战士的魔骨 失去魔骨 天魔战士倒地 冷风一吹 化为灰烬 黑漆漆的魔骨 在波巨手中 化作一柄形态 夸张扭曲的魔剑 寒芒闪烁的剑尖 从白骨棺材的表面 轻轻划过 留下一道剑痕 波巡咧开大嘴 滋出发黄的獠牙 冷笑讥讽 区区一具女尸而已 竟然要了我儿子的命 那就再死一次 一起给我儿子陪葬 波巨抬手举剑 动作突然停滞 你 不知何时 萧星宇竟然挣脱了 黄昏之爪的禁锢 他爬到了棺材一旁 用自己的身躯 将棺材护在身后 波巡愣愣神过后 细血质问 你觉得 你这具残破的肉身 能挡住我一剑 肉身可灭 灵魂不屈 萧星宇的声音 振战着上官瞳的灵魂 这句话很简短 但却是亡灵御寿师 一辈子的概括 是上官团创造 亡灵之书的大纲 萧星宇眼里 没有一丝恐惧 这让波巨 突然感觉一股 深入骨髓的危险 你 你不怕死亡 你的剑 最多斩碎我的血肉 但斩不断我的骨 呵呵 好大的口气 你的骨头很硬吗 萧星宇没有回答 而是用神明 蔑视楚狗的眸光 嘲笑波巡的无能 龙王骨 谁又能斩得断 你的眼神 让我厌恶 萧星宇 你和棺材的女尸 一起毁灭吧 黄昏裁决 波巨身上的天魔刚气 如涛如怒 单手挥剑 黄昏燃血 咔嚓 剑断 波巨满目惊怡 手腕发抖 断掉的剑人 嵌入萧星宇的血肉 却被骨头阻挡 无法继续伸入半分 萧星宇不使用龙之力 不代表 他不是龙王龙王骨的硬度 岂是波巨这样的小人物 能够挑战的 血肉之痛 灵魂焚烧 萧星宇承受着一切 眼里不曾滋生一丝退缩的胆怯 他的灵魂 强得可怕 师父教的东西 早已融入灵魂 自以为是的家伙 波巨暴怒 他又抽出一名天魔战士的魔骨 化作魔剑 刺向萧星宇的胸口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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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声音 波巨迟疑 天魔军团面面相去 这是棺材版微微弹动的声音 这是那个女人 宣告回归的古典 波巨迟疑过后 再次挥剑 蹭 寒光乍蟹 风云色变 亡灵主宰的嘶吼 震慑山川 骷髅巨人的脚掌 踏破汗海 白骨开花 骨节劈趴 携手奉献绚烂的鲜花 与震天的礼炮 迎接亡灵女神的降临 棺材版不翼而飞 一只白嫩纤细的玉手 攥住锋利的剑人 上官蓝的脸蛋 上官蓝的身材 但她不是龙国女帝 她是无冕之地 她不是萧新宇的母亲 她是永夜君王的师父 灰色长发 月下飞舞 灰色美眸 灵力愤恨 灰色的衣裙 灰色的圣光 灰色的意志 世界第一亡灵域寿尸 上官同 回归 这一刻 人左领地上 掀起热闹非凡的亡灵庆典 灰红庄严的亡灵 神殿拔地而起 亡灵国度的梦幻虚影 映入现实 千军万马的亡灵军团 驰骋天地 你 你是谁 波寻浑身毛孔都在收紧 她下意识后退半步 上官同党在萧新宇的面前 单手拿捏魔剑的锋刃 神态冷酷 眸光凛冽 我是一名亡灵御寿师 也是这孩子的师父 你动我家的孩子 我要让你死一百次 咔嚓 上官同指尖发力 捏断魔剑 我要让你死一百次 这不是基于愤怒的夸张修辞 而是陈述即将发生的事实 碰 她是上官兰的包妹 那么她挥拳的分量 又会比上官兰轻多少 此刻的萧新宇血流满身 意识溃散 但目光却更加明亮 真实的 温暖的 摸得到的 萧新宇抬起手 指不住颤抖的指尖 触碰到上官同的后肩 同之回眸 刹那芳华 师徒对视 情深浅全 永夜君王萧新宇 我们 终于 见面了 师父 是重逢 她可是用心喊过 三千遍师父 怎能不算重逢 是初见 她可是第一次真切摸到她的手 怎能不算初见 肉体因死而走向冰冷 亡灵因爱而有了温度 她回来了 谁还敢欺负她家的孩子 第1057张镜 铜神一刀流 人族领地 破云见天 寒风的温度开始攀升 直至轻浮舒爽 大地的裂缝逐渐愈合 恢复平坎光滑 灰色长发 在飞舞中散发出淡淡的枝子花香 在消心与酸色的鼻尖周围 营绕鱼流 这是上官铜身上的香气 和上官蓝完全不同 曾经 萧欣宇每次进入亡灵神殿 只能闻到浓浓的亡灵之力 那种味道腐朽 而又阴暗在这一瞬间 鲜活的上官铜 就仿佛一束晨曦光芒 照亮了萧欣宇的灵魂 驱散灵魂上残留的悲伤和痛楚 萧欣宇步伐亮腔 身体前倾 她张开双臂的动作 跟婴儿一样笨拙 眼里的兴奋和喜悦 是那样澄澈 上官铜肃尽绝美的脸上 流露慈祥的笑意 好似能融化春寒料翘的残血 认识她的人都知道 这个女人上辈子还活着的时候 根本不会笑 就是一个脸若冰霜的面谈 曾经的她 拿懂温柔二字 此情此景 她把刚学会的温柔 全部给了她 师父 我可是习惯了掰着手指头 计算你复活的日子 我知道 这一天 我萧欣宇终于等到了 我也是 她稳稳把眼前这个流泪的大男孩 用力拥入自己的怀抱 用力 用力 再用力 直到两人的影子融在一起 迫不及待地拥抱 急促呼吸地倾诉 师徒出见 师徒重逢 少年的泪水 打湿她的衣精 回归的欢喜 恰似华叶星辰 扑通 双膝跪地 心自语 慌郎 师前叩手 萧欣宇染血的脑门紧贴地面 虚弱的身体 竟发愈要扯断声带的疗量 短门首席关门大弟子萧欣宇 恭迎师父回归 上官同盈盈一笑 眼角笑出泪花朵朵 断门 首席 还能关门 你小子 星宇 起来吧 师父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但我好想你 萧欣宇起身 师徒深情对视 在这熙熙攘攘的凡尘俗事 人人所求不过如此 债必偿 嗯 必报 诺必见 情必守 万寝河山 故人明月 足矣 快哉 萧欣宇一路走来 是这个女人提供了跨越时空 超脱生死的陪伴 她的灵魂 也一直由这个女人守护着 刚才 萧欣宇的灵魂痛不欲生 随着上官同的回归 她那颗千疮百孔的灵魂 已经恢复如初 大海上 狂蜂掀起巨浪 天魔刚气一发不可收拾 愤怒烧穿理智的波巡 重回战场 波巡大人 您的脸 天魔战士们胆战心惊 他们第一次看到自己 效忠敬畏的首领 被人一拳打碎半张脸 上官同那一拳 几乎摧毁了波巡的左脸 眼珠凹陷 颧骨坍塌 鼻梁粉碎 波巡阴冷的目光 落在上官同的身上 伤势隐隐作痛 萧欣宇 这个女人 就是你不惜一切 用那句女士复活的人 她说她是你师父 好 很好 今夜 你们师徒二人 一起下去陪我儿子吧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 波巡没必要收敛 她释放权力 开启天魔乱舞阵 夜空一片血红 与地面上的黄昏之爪 交相辉映 让整个世界 仿佛陷入黑暗童话里的金丘 天魔军团得到加强 发起冲锋 师父 上官同束手一推 萧星宇落在亡灵神殿的 骷髅王座上 你伤得很重 好好休息 可是 我想和师父一起 并肩作战的机会有的是 但为师回归的第一站 自然需要你集中注意 好好听课 萧星宇收回紧张兮兮的手 乖乖坐在王座上 露出灿难的笑意 同神回归 亡灵狂欢 永夜君王 不再孤单 玉兽文章开启 无数亡灵玉兽奔腾嘶 驰骋沙场 师父生前 究竟契约了多少只亡灵系玉兽 根本数不过来 想来也是 师父的灵魂 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灵魂 契约玉兽的数量 与灵魂强度挂钩 灵魂的韧性越强 能够契约的玉兽就越多 亡灵玉兽师 灵魂强度普遍偏高 而这个女人 是亡灵玉兽师当中 灵魂最强大的那一个 萧星宇仔细观察 上官童的战斗 眼里冒出源源不断的惊讶 灵魂大受震撼 师父 比我想象的强 女拔遗体 本就强于凡人之躯 涅槃古莲打造的心脏 无视亡灵反噬 灵魂诅咒 已经被我破解 这些年 她一个人在亡灵国度里也没闲着 一直在修炼开悟 上官童此刻呈现的逆天战力 深刻诠释 后继勃发这个词汇的真正力 她为什么会死一次 是凡人之躯的脆弱 是灵魂诅咒的折磨 是自身灵魂的迷惘 在她复活的这一刻 这些问题早就烟消云散 她找到了上辈子 没有找到的答案 她的答案 就是萧星宇 上官童撸起衣袖 潇洒挥拳 这一拳 砸碎了无序戒主 无序戒主 伟岸高大的体魄 四分五裂 化作无数碎片 飘荡在战场的每一个角落 这些碎片反射出 来自一次未面的亡灵攻击 好似打乱规律的万箭齐发 箭矢不会停下 反而一直在战场内疯狂折射 穿透一个个天魔战士的喉咙 无序戒主 破解形态 师父在用亡灵之力 开创无序戒主的全新形态 等级达到尖心体 三阶 漫天碎片 突然凭空自然 灼烧天魔战士的灵魂 只杀不动 这是 萧星宇欣喜若狂 满眼闪烁崇敬的流光 是灰烬意志的力量 灰烬意志 是萧星宇开创的亡灵杰作 是在破解灰烬诅咒后 对于灰烬诅咒的利用 将其燃烧 化作自己的力量 天魔战士 即使穿着厚重的铠甲 也扛不住来自一次未面的亡灵围剿 波巡见状 开启血脉之力的二段觉醒 你们师徒二人 必死 天魔刚气 犹如飓风过境 拂过黄昏之爪 金黄色的沼泽里 钻出一株黑金色的嫩芽 滴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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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巡掰断自己头上的一根魔角 鲜血坠落 浸染嫩芽 寝刻之间 嫩芽野蛮生长 变成一棵参天大树 树干螺旋上升 树关穿透云霄 波巡屹立在树关之上 双开双臂 吸收黑金色的雷霆 距离天空越近 魔力越强 当波巡召唤黄昏魔术 吸收天雪魔雷 它的血脉之力 开启二段觉醒 骨骼咔咔作响 后背的魔异数量 增加到三位数 带有尖刺的尾巴 就像盛开的石人花 扭曲的血肉 与黑金色的魔甲融为一体 丑陋的面容 愈发争鸣 渐渐地 波巡的身体 开始与黄昏魔术融合 它俯视地面 上官瞳和肖星 萧星宇师徒两人 就像蝼蚁一样渺小 哈哈 它发出无情的嘲笑 血腥无度的眼神里 蓄满了狂妄和自负 这是波巡的最强形态 通天魔主 它头上那根挂着 黑金色闪电的魔角 已经触碰到了 真正意义上的天花板 天魔族血脉的力量 被它开发到极致 师父 要不要我 上官瞳打断 当初对付欲望龙女的时候 你说过 你站在我的肩膀上 摸到了更高的穷云 萧星宇确实说过 它能领悟灰烬意志 就是靠上官团此前的积累 那时候 萧星宇就是凭借灰烬意志 超越了巅峰时期的上官瞳 成为世界第一亡灵御寿师 萧星宇 现在的我 可是站在你的肩膀上 何尝摸不到更高的星辰 师父 这一刻 萧星宇意识到 世界第一亡灵御寿师这个称号 自己还没午热 就要物归原主了 上官瞳深呼吸 亡灵之书融入体内 亡灵神殿隐隐震动 昼夜和潮汐的浮沫 指引着无序时代的降临 他从死人墓里 被少年燃血的手拉出来 他凭什么 不能爆发更强大的觉悟 御寿师 唯物 亡灵御寿师 唯星 最强大的灵魂 在阴雅的虚空里 发出破茧的咆哮 静 上官同高声呼唤 亡灵真理重新疏险 亡灵记忆重拾往昔 想起来了 都想起来了 他是世界第一 他是脸上 写着无敌的无冕之地 亡灵女神奏出的古名 声声不息 必有回响 无序借主燃烧的碎片 朝着上官同汇聚 这是 玉兽改造 神器系玉兽 混沌体 三接 静 上官同的手里 浮现一柄燃烧灰色火焰的刀 时 他开始脉动步伐 狱卒穿过战场 脚尖踩踏树干 扶摇直上 极具侵略性的奔跑姿势 和他姐姐一模一样 这个颤抖的世界 可曾听闻 童神异刀流 自然是没有听过 因为这是 童神异刀流的手秀 灰色残影 垂直攀爬通天魔术 直逼波寻本体 你的通天术 童神脚下路 第1058章 亡灵无敌路 童神异刀流 没入云端的树冠之上 波寻的本体 正在与整颗魔术融合 他是天魔族的首领 是天魔族的最高战力 也是现存于是 唯一的极为天魔 血脉之力的二段觉醒 让他的基础数值 得到全方位的增强 并且直至拉满他的眼珠 已经改变了形状 看起来就像排泄器官一样丑陋 整张脸的猙獰程度 很难用文明的语言去形容 在任何战力体系里 模样越怪 实力越横 似乎已经演变成一条 手横不变的铁律 整个世界仿佛沐浴在 黑暗邪恶的黄昏深处 疯狂倾泻的天魔钢器 充摔着万事万物 在南半球的世界里 每一个大种族的首领 都是各自故事的主角 是族人的信仰 那个女人 怎么可能 当波巡低下高贵的头颅 看向上官同的残影 她被眼球里倒映的画面所震惊 那个女人 手持一柄灰色的刀 紧紧依靠一副肉身 竟然攀上了魔术的树杆 要知道 距离黄昏魔术越近 就会遭受越严重的魔器侵蚀 纵使上官团的皮肤开始溃烂 她也未曾停下脚步 真是一个野蛮疯狂的女人 波巡这句咬牙切齿的感慨 虽然不好听 但对上官团的形容也算到位 上辈子的上官团 就是野蛮 就是疯狂 因为只有具备这两项特质 才能成为世界第一亡灵御寿师 我倒要看看 你对于痛苦的承受 极限在哪里 波巡开始发力 犯着恶臭的唇角勾起轻蔑的笑意 她对自己的实力 有着绝对的自信 这份自信 可是她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上 与其他种族 与各种虚受搏命厮杀 换来的珍宝 她不弱 她只是遇到了一个不该惹的女人 嗡隆隆 黄昏魔术剧烈震荡 树干抖动 粗糙的树皮缝隙里 猛然钻出锋利 且带有道刺的暗黑荆棘 扑哧 上官团在攀登树干的途中 光滑白嫩的玉卒 难免踩中尖锐的荆棘之刺 师父 小心脚下 萧兴宇抬头仰望 眼神流露担忧和心疼 魔神之眼标出晶莹的血泪 她清楚看到 一根根荆棘之刺 残忍插入上官团的脚掌 这些任由拨寻操控的荆棘之刺 就像一枚枚细长扭曲的钉子 从脚底贯穿 从脚背拖出 上官团的双脚 血沫横飞 画面令人不忍直视 师父 萧兴宇看呆了 这才是她第一次看到活着的上官团 在实战中展露的威武姿态 为什么坊间总是流传 这是一个满脸写着无敌的女人 是因为 她能够战胜世界上所有的人 不 是因为她的灵魂 不死不屈 就算有人能够毁灭她的肉体 也没有人能从正面击败她的灵魂 扑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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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寻眼里的戏血 逐渐被震撼所取代 这 这个女人竟然 她没有痛绝神经吗 她不知道痛为何物吗 简直是个怪物 树干上 长出密密麻麻的荆棘之刺 上官同美攀登一步 脚掌就会被刺穿一次 这种从足底瞬间直达心脏的心脚之痛 试问谁能承受 就算能承受一次 两次又或者三次 总该有一个极限吧 然而 上官同的灵魂意志 从来没有极限的限制 她可以感知到肉身的疼痛 可是灵魂的强大 让她不仅没有停下脚步 反而开始加速 即使脚掌千疮百孔 即使血肉溃烂腐朽 眼里的灰烬意志 也未曾暗淡半分 步伐加大 犹如流星感叶 腰身压低 对抗最强风阻 她的速度越来越快 变成了一道灰色的流光 波寻慌了 她突然感受到 一股恐怖的压迫感 自己的灵魂 就像一双屠夫的手 死死摁在血腥狼藉的案板上 这是因为 她被 锁定了 因为消耗太大 萧欣宇的魔神之眼 逐渐模糊 隐约可以辨认 静的模样 这柄被上官同 握在右手的刀 通体散发着灰色的幽光 刀身细长而锐利 宛如一条随时准备出动的毒蛇 在刀柄附近 有一抹星红的光 像是一颗眼睛 随着上官同的呼吸节奏 闪耀着冰冷彻骨的寒意 距离越来越近了 上官同拉出的残影 逼近树冠 进入云层 大地之上 浩浩荡荡的亡灵军团 列阵嘶吼 哀鸿遍野 源源不断的亡灵之力 涌向天空 以信徒的姿态 追随着亡灵女神 那沾满鲜血的步伐 萧欣宇邓大眼珠 任凭眼皮发尘 也不敢眨眼 生怕错过最精彩的画面 这个女人 她哪是什么亡灵御寿师 她是亡灵世界唯一的真神 波巡怒吓 全军听令 杀了她 天魔战士纷纷展开羽翼 就像一群饥饿难耐的蝗虫 瞬间吞噬上官同渺小的身影 他们就像虫巢一样 泛滥汹涌 簇拥在树冠之下 波巡见状 略微松了口气 就在这时 漆黑的魔巢里 射出一道道灰色的光束 随着光束的增加 魔巢爆破 这一刻 波巡仿佛在极端的恐惧中 看到了神 上官同最后一步 弹射而起 她的身体彻底腾空 身上衣物残破 灰色衣裙染尽鲜血 全身肌肤 没有一处完整 要么皮开肉绽 要么白骨裸露 她的手里 依旧紧握着寒光凛冽的镜 她的额头 闪烁着二十八道灰色印记 对于萧行宇来说 神之十父 也就是欠十条命 就是她灵魂承受的极限了 此刻的上官同 足足欠了二十八条命 以此冲出魔巢 可想而知 她的灵魂 承受了多少倍的痛苦 灵魂围压 向天借命 生命负在 神之二霸 你这封女人 波巡的眼里 只剩下恐惧这一种色彩 声音都在颤抖 她纵横战场 与无数强者交手 斩杀过帅极虚寿 却从未见过 像这双灰色眼眸一样 可怕的发光体 更可怕的是 那柄灰色的刀 上官同的余光 扫过热泪盈眶的哀徒 当她的视线 重新锁定波巡 体内进发亡灵涟漪 使得黄昏魔术 为之倾倒 欺负我上官家的孩子 死 侧身 屈膝 抖腕 整套动作 一气呵成 一刀劈出 蹭 这一刀 差点给萧星宇的魔神之眼 干坏了分辨率设置 在萧星宇的视野里 静的形状已经无法描述 它是刀 但它太过抽象 上官同仿佛手握一道灰色的星光 以神的姿态 开天辟地 混沌体的御兽就是这样 似乎因为无法维持原有的分子秩序 导致形态变得扭曲不堪 让人难以分辨 灰色光芒支配天地 驱散邪恶的黄昏 波巡的身体 连同黄昏魔术一起 再静的灼烧下 化为灰烬 枫叶萧 好似一首亡灵协奏曲 迎接亡灵女神的降临 亡灵无敌路 童神一刀流 第1059章 祖龙呼吸家史 麒麟血脉 上官瞳这一刀 不止批死了天魔族的首领 黄昏魔主 波巨 还批出了人族在神虚界的未来 潮汐之涯 人族领地 邪恶的魔气随风散去 地上的血泊逐渐干涸 战斗结束了 这是一场彻夜无眠的血战 萧欣宇的身体已经达到极限 但他没有倒下 他才刚刚和上官瞳团聚 他舍不得闭上眼睛休息 白露暖空 夙月流天 空荡荡的大地上 从亡灵世界 映入现实的亡灵神殿 在一处悬崖瀑布之上 屹立不倒 亡灵神殿 是人族领地上的第一座建筑 意义重大 他能遮风挡雨 他能让萧欣宇有加可依 师父 萧欣宇加快步伐 残破的身姿跌跌撞撞 他像得六七岁的孩子 满是血污的脸 洋溢着天真烂漫 扑进上官瞳的怀里 师徒二人 在亡灵神殿的门口 再次相拥 战斗已经结束了 没有人打扰 彼此想抱多久 就抱多久 上官从一只手拎着镜 另一只手搂着萧欣宇的腰背 他的下巴 抵在萧欣宇的肩颈 笑容温柔 眼神慈祥 在他眼里 萧欣宇不论多么成熟 都是一个孩子 是同门的孩子 也是上官家的孩子 血浓雨水的清小姨 三寇九拜的清师父 这两层关系叠加起来 两人之间的羁绊 就像被无数绳索套牢所死 难以割舍 无法分离 拥抱持续了很久 直至萧欣宇开始剧烈咳嗽 他嘴角溢出的血 染红上官同的侧脸 欣宇 你的身体已经达到负荷的极限了 先休息一下 师父 你回来了 我很开心 这份开心 可以冲淡我身体和灵魂上的疼痛 臭小子 油嘴滑舌 和你爹一样 当年就是靠一些花言巧语 迷得我那姐姐神魂颠倒 萧欣宇提起兴致 眼里八卦之火 熊熊燃烧 狡狭一笑 师父 我老爹和我老妈的恋爱故事 你有空给我讲讲呗 上官同眸光一条 看我心情 师父 有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我需要检查一下你的身体 这句话单独听起来 有点虎狼之词的意味 其实 上官同身上流的血 要比萧欣宇多得多 萧欣宇开启魔神之眼 上官团的伤势一览无疑 数据面板显示 肉身损耗度28% 萧欣宇的脸色陡然暗沉 眉头紧缩 欣宇 你不用担心我的身体 师父 刚才那一战 你的灵魂可以承受 28道生命负债的印记反噬 但你的肉身承受不了啊 上官同为了杀死波寻 整个过程中触发了28次生命负债 他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灵魂 可以扛得住灵魂之痛 但女拔遗体和涅槃古莲 可经不起这种强度的折腾 上官同可是刚刚复活 就打了这么一场仗 肉身的损耗就高达28% 萧欣宇的表情愈发凝重 他双手扶着上官同的肩膀 正色道 师父 答应我 以后只要参加战斗 不要随便使用生命负债的力量 也不要随便使用静 这些力量对你的肉身损耗太大了 上官同知道萧欣宇心疼他 他淡然微笑 点头道 好 我答应你 不过师父不用多虑 女拔遗体只是一个过渡 我终究会找到一具最完美的肉身 到那时 你就不用顾忌这些 可以放心大胆去追求更强大的亡灵力量 说白了 女拔遗体和涅槃古莲的组合 只能勉强复活 上官同罢了 然而 这具肉身的强度 根本不配备上官同的灵魂 这也会导致在战斗中 上官团的某些力量 会受到肉身局限的拖累 比如 生命负债的次数 一旦累积过高 又或者祭出神器细域兽 竟 都会对这具肉身 造成不可逆的损耗 直至报废 听到萧欣宇 还为自己寻找更强大的肉身容器 上官同心里 感到一股暖流 涓涓涓躺过 滋润腐朽干枯的心田 傻孩子 你已经为我做得够多了 还不够 我希望师父 能够成为统育 亿万亡灵的神 因为只有你的灵魂 能够做到这一步 萧欣宇 这辈子敬佩的人 一直手数地过来 上官同牌 在前列 这个女人身上 没有背负上官兰 萧烈焰和私奉那种 与生俱来的宿命 但她拥有 比任何人都强大的灵魂 这就是先天亡灵圣魂 只要配上 足够强大的肉身 才算得上完美 萧欣宇的目光 扫过静的刀刃 师父 静的形态 不是很稳定 而是有一定的反噬 你在挥刀斩杀波巡的时候 手臂也受伤了吧 上官同低头 这才感觉到 手腕传来的疼痛 有时间 我会为师父 亲手铸造一副刀鞘 用来存放镜 萧欣宇手里 有泥谱的地脉熔炉 加上萧烈焰清传的炼金术 铸造配的上进的刀鞘 不是什么难事 只是缺材料 星宇 这一页你辛苦了 还是 我不困 师父 我做了一张设计图 你跟我来 萧欣宇拉着上官同的手 兴奋不已 这片山谷 我会建设十大洞府 用来当做我们人族的防空仓库 这座最高的山上 我要打造一座蓝焰天宫 功能属性 就是龙国的皇城夜兰殿 还有这些区域 分别设立九重塔 曙光城 玄武门 神兵营 萧欣宇的规划设计很细致 潮汐之牙 这片并不算多么广袤的栖息地 在他的设计图里 变成一座融合了玄机科技的人间仙境 功 就是指挥中心 洞 就是仓库基地 塔 就是玉井岗绍 门 就是城墙边防 山坡上 明月当空 上官同手里 拿着萧欣宇绘制的设计图 时而露出欣慰的笑容 欣宇 你的想法真是天马行空 我很期待 欣宇 上官同回眸 眼神一正 不知何时 萧欣宇靠在一棵树下 睡着了 他太累了 在上官同复活之前 他可是一己之力 抵御全副武装的天魔军团 上官同放轻脚步 将萧欣宇拦腰抱起 朝着王陵神殿走去 欣宇 好好睡觉吧 龙国也好 人族也罢 你肩上的责任 为师会帮你分担 不会再让你一个人扛 上官兰 暂时需要留在北半球 把控四国大局 应对随时入侵的虚授大军 萧欣宇在南半球创立的人族 一切刚刚起步 他太需要得力的帮手了 有上官同在 这是他来到神虚界后 睡得最安稳的觉 做得最香甜的梦 睡梦中 系统提示音 刺激着萧欣宇的神经 叮 恭喜宿主 完成特殊任务 成功复活童 发放任务奖励 祖龙呼吸 加使其林血脉觉醒卡 奖励已发放 请宿主查收 第1060章龙王奉后 佛刊灵牌 今天消息啊 天魔族灭了 黄昏魔主 波剧 死在人族一个女人的手里 据说也是一个亡灵御寿师 人族这么强 御寿师这个职业 该不会要晋升了吗 在神虚界 种族的没落和崛起 总是发生在瞬息之间 天魔族的首领 以及唯一的子嗣 先后死亡 这也意味着天魔族的辉煌 成为一段过去的历史 栖息在潮汐之涯的人族 以震撼外需大陆的方式 引入大众视野 六叶草理事会 只是负责管理规则之内的东西 如果在祭魂场那样 正式的擂台赛上 萧欣宇杀了巴顿 或者被巴顿所杀 六叶草理事会 一定派人出面解决问题 但如果种族之间 因为私人恩怨 而私下厮杀打斗 哪怕血流成河 哪怕种族毁灭 六叶草理事会 也不会过多干涉参与 毕竟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 管也管不过来 外需百族 就是一个巨大的江湖 恩怨情仇的戏码 每天都在上演 值得一提的是 波寻已死 他在外需十节的排名位置 自然让给了上官同 理想之城 茶馆酒楼 听说了吗 外需十节的榜单更新了 早就知道了 同 取代了波具的位置 这个同 是谁啊 人族首领 一名不容小觑的亡灵御寿师 萧欣宇这人 大家还记得吗 他是同的徒弟 据说那一夜 这师徒二人 灭了整个天魔族 在神虚界 也有自己的说书先生 那一夜 本就惊心动魄的一战 经过各种说书人的夸张渲染 已经将萧欣宇和上官同 捧成了外需百足的风云人物 清风送爽 鸭蹄掠仓 龙国 皇城 夜兰殿内 上官兰闭目养神 一只蝶血暗鸭飞入殿内 落在桌岸上 上官兰睁开眼睛 古波不惊的眸底掀起千层浪花 蝶血暗鸭发出鸣蹄 桌岸上浮现血色字迹 这是萧欣宇传来的一封信 母亲 我在神虚界过得很好 我拿到了一块地 属于我们人族的领地 正在筹备建设中 对了 我和小姨在一起呢 放心吧 下次见面 就是我们一家团聚的日子 这封信的内容简洁明了 报喜不报忧 信上只有三句话 明明一眼就能纵揽 可他泛起水雾的目光 始终聚焦在小姨二字 童 欢迎回家 上官兰浅笑低语 心里的一颗巨石终于挪开 呼吸变得顺畅起来 这个世界上 除了萧欣宇 最思念上官童的人 不就是他这个当姐姐的四 目前 上官兰还要在神器界主持大局 人族四国 需要他来镇守 指引前进的方向 等到时机到来的那天 他也会去到神虚界 与自己的儿子 丈夫 还有妹妹 拥抱团聚 萧欣宇送到龙国的东西 不止这一封信 还有很多来自神虚界的宝贵资源 这些资源 全部交到慕容欣欣的手里 用来提升龙国海军的整体实力 神器界的资源太差了 只有利用神虚界的资源 人族四国 才会尽快追赶神虚界的文明等级 将御寿师这个职业 提升到更高的水准 拔高上线 对于萧欣宇来说 他有一件事一直记在心上 他想要契约一只强大的虚寿 等级最好达到第三阶段的图腾级 只有这样做 才能找到突破御寿师上线的答案 阎魂山 一位紫衣少女 盘坐在山边之上 身边环绕争旗艳的凤凰群落 经过这段时间的修行 叶双宁契约了整个凤王谷内所有的凤凰 相当于继承了私凤留下的所有遗产 他的身边 匍匐着一只体态巨大的虎系御兽 雪白的毛发 印有金色的斑纹 背脊长出一对光翼 姿态霸气威武 这是叶震南退休前 送给叶双宁的礼物 四圣兽之一 金文白虎 如今的叶双宁 实力已经超过九星 他隆起的胸口 挂着上官兰 亲自授予的十颗星星徽章 夜幕星空 光运流转 扑通 扑通 夜双宁的心跳 不是他自己的 而是他和萧欣宇同频的心跳 毕竟 萧欣宇体内的那颗心脏 目前无法跳动 处在休眠状态 远在大洋彼岸的萧欣宇 只能凭借契约 共享着夜双宁的心跳 是他的气息 专心修炼的夜双宁 猛然睁开一双彩色的凤眸 自从那一战过后 他体内的凤厚之力 完全觉醒 他与萧欣宇之间的心电感应 微微抬头 看到夜空之上 浮现一轮燃烧着凤凰图腾的传送法阵 这是世神涅槃凤的能力 夜双宁很清楚 萧欣宇给他送来了一份快递 空间传送法阵缓缓打开 宛如黑洞漩涡 一根又粗又长的黑色木头 逐渐露出 徐徐下坠 轰隆 伴随一声巨响 夜双宁目光抖动 此时此刻 晴天巨珠一般的黑色木头 直愣愣插在炎魂山的山巅之上 他就像齐天大圣的如意金箍棒 散发着无尽的威严 木头表面有些粗糙 闪烁着发光的皱纹纹路 看起来颇有一番神秘 一只蝶血暗压划过夜空 落在夜双宁的肩膀上 萧欣宇的声音从鸭嘴里传出 双宁 好久不见 甚是想念 夜双宁鸣鸣嘴一笑 重复低音 星宇 好久不见 甚是想念 这是扶桑审目 蕴含凤凰起源之力 你平时修炼 借助这个木头的力量 或许有朝一日 可以将凤神术 升级为原凤神术 夜双宁点点头 好 双宁 等我在神须界安身立命 把人族的地盘做大做强 自然需要 你来到我身边 扶佐我去闯一闯内须六国 嗯 我等你消息 我随时都准备着 凤后并不是被困在了阎魂山 他时刻都在准备着 只要龙王需要 只要龙王一声令下 他会毫不犹豫 展开凤凰羽翼 飞向他的身边 龙族的终极秘密 可不只是牵扯着 潇心雨的命运 夜双宁的命运 也藏在这一轮 因果循环的宿命漩涡里 神须界 悟国 龙雪大雾弥漫天际 一些白色的光点 搅乱赤红 显得有些突兀 又下雪了 看来我又等了一年 具体是多少个年头了 罢了罢了 不重要了 灭龙祭坛 灭龙大帝 陈霄身穿血衣黄袍 独自坐在祭坛中央 祭坛的形状 像极了古人 用来供奉神位的佛刊 古老而又陈旧的佛刊 看起来若不经风 里面摆放的不是神位 而是两只腐朽的灵牌 自己已经没有那么清晰了 神性的反噬越来越重了 视线也变得模糊了 真怕见到他的时候 已经看不清他的脸了 那么 这场雪过后 与他见一面吧 陈霄低垂着眼眸 龙骨面具之下 白皙的皮肤 残留着干涸的泪痕泪 或许是那一战留下的 那一战 叫做烧雀真理与神性的 真神秩序之战 第1061章 萧星宇布局 目标第七国 三个月后 潮溪之涯 人族领地的基建规模日益扩大 悬崖之上云雾缭绕 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屹立器中 在朦胧水雾与万丈霞光的衬托下 这座建筑 像极了神话故事里描绘的天庭 这就是人族的最高权力中心 蓝艳天宫 建筑装潢的风格 取之于龙国古典园林美学 但具体使用的建筑材料 包括运用的反重力悬浮技术 都是来自林北璇的支持 三个月的时间 在一支机械御寿军团 没日没夜的修筑下 人族领地的俯瞰图 像极了升级版的龙国皇城 除了林北璇提供的机械御寿军团 上官同召唤的亡灵大军 也是免费的劳动力 在基建领域 龙国速度呈现的淋漓尽致 人族的光辉与崛起 也成为外需大陆上 令人津津乐道的谈资 潮汐之涯 海岸线 人族海军正在进行实战演习 这是萧星宇 从龙国带过来的海军之队 但在神虚界 他们只能称为人族海军 因为在这个世界里 只允许内需六国的存在 其他任何种族 都不得私自建国 至于北半球的神器界 在内需六国眼里 就是楼椅一般渺小的低等文明 就算萧星宇在神器界 建立成千上万个国家 内需六国都毫不在意 沙滩上 萧星宇和一位身穿军装的白发男子 站在一起 就有重聚 只为在新的天地 搞出一番更伟大的事业 杨树兄 你的带兵能力 比我上次见你强多了 星宇 咱们新法小队所有成员 都在成长 慕容杨树歪过头 温柔的目光 看着萧星宇的侧脸 我们努力成长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 你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们有资格 有能力 站在你的身边 萧星宇听了这番话 内心甚是感动 新法小队的成员 目前只有慕容杨树 来到了神虚界 陪伴萧星宇 一起打天下 慕容星星 最近处在突破的瓶颈期 她对于无戏魔法的领悟 即将进入下一阶段 目前在夜兰殿的后花园闭关 有上官兰陪伴她 叶师萌 一直都陪着父亲叶天青 驻守摘星城 段位突破八星 初步掌握奉神术的力量 谢怜 加入了苍穹工会 辅佐秦龙月和秦燕燃 一起弥补萧星宇的位置 守护龙国的空域 至于百里烧 她的成长速度 似乎是最快的那个 她的段位后来居上 已经踏入九星行列 据说开启斩神三剑套的时候 一剑能斩杀一只兵 急须兽 只是她只会一剑 全力挥剑后 不论敌人死不死 她都会当场昏迷 一躺 就是十天半个月 大家都在成长 他们只想尽量追赶 萧星宇的步伐 这一点 萧星宇很欣慰 她有计划 会为每一个 心法小队的成员 提供超越极限的奇迹 第一个机会 刚好落在慕容杨硕身上 杨硕兄 六斤还在闭关 暂时来不了神须剑 但你知道 为什么心法小队的成员中 我先把你拉过来了吗 慕容杨硕 搂住萧星宇的肩膀 笑迎迎道 你小子别卖关子了 快说 我知道 你现在的主职业 已经不是御寿师了 而是练师师 慕容杨硕认真点头 没错 这些年 阿子遇到了很多机遇 机缘巧合之下 便易进化 有阿子在 还是练师师这个职业 更适合我 慕容杨硕口中的阿子 就是喵师父的妹妹 曾经 慕容杨硕契约她的时候 她只是一只紫咒妖猫 在过去的几年里 主仆在战场上 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机遇 如今 紫咒妖猫 已经成长为兽神体 一阶 御寿 符文天师猫 她练制的符文法传 能够驱动任何尸体 她布置的戒尸环魂阵 能够将各种尸体 融合在一起 进行炼制 创造出尸皇 尸神 尸祖 所以现在的慕容杨硕 已经不是纯粹的御寿师了 她的手里 掌握着一只战力不俗的 僵尸军团 炼尸师才是她 最引以为傲的身份职业 萧欣宇抬起手 折指眼前这片大海 根据小豆包的描述 这片海域 曾经也发生过 很多次种族大战 有战争 就有死亡 所以这片海底 萧欣宇不需要说透 慕容杨硕一点就懂 欣宇 原来你为我考虑得这么周到 杨硕兄 把握机会 我希望等到有一天 你能把练师师这个职业 带到一个新高度 慕容杨硕很感动 紧紧拥抱萧欣宇 两人上次拥抱 已经过去很久了 青龙学院打的闹闹的日子 一去不复返 他是龙国太子 他是海军参谋长 兄弟两人肩上都有重任 坐在一起欢笑饮酒的时间 只会越来越少 欣宇 我不会辜负你的期待 杨硕兄 像你父亲一样 去征服这个世界的大海吧 神虚界的海底之下 埋藏着无数尸体 他们来自外需百足 其中也有一些不知名的特殊生物 总而言之 海底沉沦埋藏的每一具尸体 都将是慕容杨硕 通往强者之路的垫脚石 入夜 南宴天宫 大殿周围 以杨确为首的机甲御寿军团 环抱殿门 殿内 烛火摇曰 亡灵禁卫 忽悠在阴暗的角落 这座宫殿 可是人族的最高权力中心 自然戒备森严 宛如天庭一般 庄严肃母 萧兴宇和上官同对地儿做 师徒两人 正在研究神虚界的地图 兴宇 目前我们人族地盘的基建工作 差不多接近尾声了 潮汐之涯的面积 终究太小了 我们需要扩大领地规模 萧兴宇微微点头这件事不难办 只要搞到更多的资金就可以了 你打算怎么做 炼药市场的油水 必须瓜分一波 能为我们人族带来巨大的资金 你要吞掉炼药族 吞掉意义不大 合作即可 师父 你镇守人族 明日 我和琉璃前辈 要去一趟坟药谷 上官同现代的身份 是人族的首领 他在外需时节当中 排名第八 正好挤掉波寻的位置 三个月过去了 萧兴宇目睹了太多种族的灭亡 也看到了一些种族的兴起 在神虚界 外需百族的局势瞬息万变 哪怕是势力庞大的一些种族 稍有不慎 或是仇家偷袭 或是惨遭叙受大军碾压 都会一夜回到解放前 萧兴宇当前的战略 就是尽快拓展人族领地 获得更多资源 让神虚界的人族 与神器界的龙国逐渐接轨 完成资源共享 萧兴宇的野心 可不局限于种族 他要在神虚界里 扬起龙国旗帜 成为内需第七国 第1062章 完独界的版本之子 琉璃 炼药族核心领地 焚耀谷 这是一座被崇山峻岭包裹的山谷 以上帝视角俯瞰 就像一座魔兽的深渊巨口 广阔幽深 时间已经来到正午 但焚耀谷的上空 没有一丝光芒 呈现阴郁的灰 厚重绵密的云层 被裹挟的水分拉得很低 使得这一方小世界 仿佛被盖上了巨大的锅盖 将沉重的压抑感闷在里头 无法挥散 领地边缘 山门关 这是进入焚耀谷的唯一入口 有重兵把守 而且遍地都是炼药师饲养的毒物 他们形态各异 就像蛇蟹壁虎一样阴毒 一男一女的出现 引起守卫们的注意 前方焚耀谷 闲人免禁 萧星宇看了一眼身旁的琉璃 琉璃从腰包里取出一份 皱皱巴巴的邀请函 守卫看了一眼邀请函 眼神产生变化 眼前这个俊朗飘逸的少年 就是人族萧星宇 自从天魔族覆灭 人族也因此崛起 成为不容小事的一方势力 人族首领上官同的威名 在外需大陆早已传开 守卫收敛嚣张的态度 让开一条路 并且做出请的首饰 与此同时 山谷中心 药王殿 殿内 炼药族的大佬们 齐聚一堂 坐在主位上的男子 身材勾楼 手握拐杖 皮肤的颜色 就像经过油彩浸染一样斑斓 头上长出一坨酷似大蒜的东西 炼药族长 药王 夺笋 坐在周围的炼药师 都是炼药族里 资历最深的长老们 他们和夺笋一样 皮肤呈现不同的颜色 面容苍老 神态垂暮 浑身散发着 活死人一般阴暗的气息 这是炼药族 一脉相承的特征 毕竟一名优秀的炼药师 从小就要尝百草 是要三分毒 这个种族生来与毒为伴 皮肤的颜色 就是尝试各种药材 而导致的色素沉淀 所以 在炼药族里 长得越丑 形态越怪的人 炼药水平越高 夺笋 就是最怪的那一个 他看起来比魔兽还要吓人 爆 人族萧新宇 带着一名女性随从 禁鼓了 夺笋眯起墨绿色的眼睛 捋着卷曲干枯的胡须 喃喃道 诸位 来者不善哪 我们要做好万全准备 族长 我已经派人开启 黄泉迁毒阵 先给那小子一个下马威 如果他真是来抢我们炼药族的声音 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 各位长老议论纷纷 对萧新宇的到访 都产生了警惕和敌意的情绪 大长老舍比托站了起来 族长 我与萧新宇接触过 他不是一个争强斗狠的野蛮粗鄙之徒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这次前来 一定没有敌意 夺笋冷哼笑道 你和他认识多久 见过几面 人心隔肚皮 你怎么知道 他没打我们家的生意 舍比托陷入沉默 他与萧新宇 谈不上多深的交情 但确实投缘 但他今天的身份 不是捡命楼老板 而是炼药族的大长老 一切只能听从夺损的安排 没过多久 萧新宇和琉璃走进药王店 人族萧新宇特来赴约 药王 初次见面 请多照拂 萧新宇很有礼貌 保持着儒雅的微笑 琉璃凑在萧新宇的耳边 萧大人 这些人面向不善 我们要做好谈崩的准备 琉璃前辈 相信我不会谈崩的 立场只讲利益 炼药族根本无法拒绝 我创造的利益价值 琉璃微笑点头 退到一旁 夺损上下打量萧新宇 笑里藏刀 萧先生 邀请函 我在三个月前就发给你了 你现在才来赴约 如此怠慢我的诚意 是看不起我们炼药族吗 药王 你是知道的 我们人族刚刚起步 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建设 这三个月 我可是很忙啊 一抽出时间 这不就来赴约了吗 夺损善笑 好好 落座吧 萧新宇落座后 茶水送上 萧先生 你尝一下这茶 这可是我亲自炼制的 幽罗红茶 里面有上千种滋补成分 能养人气血 护人心脉 对了 我记得萧先生 对于炼药也有独到之处 可以指点一二 夺损眼底 难掩戏弄之意 萧新宇淡然微笑 端起茶杯 他没有直接饮用 而是用鼻尖凑上去 轻轻嗅了一下 好 夺损眼里的戏弄之意 更深了几分 你想听我说好茶是吧 夺损笑容凝固 大殿内的氛围冰冷如霜 每一位炼药族长老的脸色 都变得僵硬 萧新宇放下茶杯 语气悠哉 眸光犀利 这杯幽罗红茶 炼制过程中添加的药材 都是低劣之物 或许闻起来 甚至喝起来 都不会茶 但对身体会造成一些负面作用 比如视力短暂下降 恶心呕吐 萧新宇的目光 落在夺损筋肉竞篮的黑脸上 黑脸老头 这就是你的代客之道 放肆 萧新宇 在我们炼药族的地盘上 你敢这样跟我们组长说话 过躁的家伙 请称呼我为 萧药师 你 你 在场的几位长老 满脸愤怒 握拳咬牙 萧药师 整个外需大陆 炼药生意 向来是我们炼药族一家包揽 我劝你 不要有抢生意的想法 否则 萧新宇笑问道 否则如何 夺损大发雷霆 怒目横眉 空气里滋生浓郁的毒气 笼罩萧新宇和琉璃 地板的缝隙里 钻出姿态诡异的毒血 大殿的天花板上 倒吊着黑绳一样的毒蛇 嗡嗡作响的毒风冲进窗户 亮起锋利的毒刺 炼药族的生意 是救死扶伤 但他们战斗的方式 则是用毒 夺损捋着胡子 怒喝道 萧新宇 你以为你能治好 王七族首领的病根 就能抢我们炼药族的生意 实相的话 就不要在外需大陆之内 开任何一家医馆 如果我偏要开呢 那我只好让你 尝尝毒发身亡的滋味了 黑脸老头 你就不好奇 毒药的药效 为什么还没发挥作用吗 夺损突然愣住 他仔细观察萧新宇 皮肤白白嫩嫩 状态精神饱满 完全没有中毒的迹象 可是从萧新宇 进入焚药谷开始 就步入了黄泉迁毒阵 换做其他人 此时早已毒发 跪地求饶 琉璃前辈 萧新宇轻生一患 琉璃开启预售文章 灵力波动 他是上官兰的贴身医生 以至于容易让人忽略 他是一位成名已久的 九星御寿师 不过 他与任何御寿师都不同 他有一颗携带剧毒的心脏 他的心脏 是世界上最毒的毒 灾毒之心 召唤法阵开启 一只巨大的蝉橱 顶破药王殿的天花板 这只蝉橱的体积 宛如一座山脉 几乎填平了焚药谷 残躯万古禅 五等级御寿 体内携带三万六千种 杀人无形的蛊毒 他可以吞噬任何毒素 化作自己的力量 体积和吞位 也会随着毒素的积累 水涨船高 这是琉璃的本命御寿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琉璃能够驾驭她 残躯万古禅 心高气傲 理论上讲 他不会臣服于人类 不接受血气的地结 哪怕是死 琉璃体内的灾毒之心 对他有着致命的诱惑和吸引 所以 他只听琉璃的话 甘愿成为琉璃的奴仆 论完毒 炼药足落后了 这个女人太多版本 琉璃 才是玩毒界的版本质子 第1063章 无限灵力潇心语 手握真理 焚药骨 地动山摇 毒气冲天 巨大的蝉雏通体有黑 一双眼睛闪烁着彩色光辉 他的身躯看起来有些残疾 只有三条腿 粗糙且布满颗粒的皮肤上 裹满了粘稠的毒液 镌刻着神秘奥妙的皱纹 炼药师们吓破了胆 抬头仰望 目录巨色好 好大一只蛤蟆 他的身体 似乎能吸收毒素 他在变大 毒工对他无效啊 残躯万古禅 属于五等级玉兽 他没有任何成长和进化的路径 他身上只有一种能力 那就是 无限吸收周围的毒素 化为蛊毒 存于自己体内 为自己所用 很多年前 琉璃刚刚契约他的时候 他只是一只巴掌大的小癞蛤蟆 随着吸收的剧毒种类越来越多 直至今天 达到三万六千多种 他的体积 也膨胀到一座山脉的大小 炼药族核心地盘 焚药谷 对他来说 就是一家量大管宝的自助餐厅 他 他竟然把毒阵给吞了 难以置信的怪物 他也 太能吃了吧 他的体型还在成长 怕不是称爆整座焚药谷啊 炼药族布置的剧毒法阵 就相当于一个接一个的果盘 残躯万古禅张开大嘴 比萧欣宇过年 往嘴里炫砂糖局的速度还要快 漫山遍野 都是炼药师们精心培养的毒物 随便一条游走的毒蛇 或者一只飞舞的毒虫 身上携带的剧毒就不下时 重 但他们在残躯万古禅的面前 就是一盘盘自助鲜肉 往嘴里一炫 嘎嘣 脆 肌肉味 主打一个补充优质蛋白 增肌健体 吨位暴涨 萧欣宇站在琉璃身边 不用担心被毒液建设 他的余光 扫过琉璃优雅之性的侧脸 这个女人的实力 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 树叶有专攻 玩毒没人能玩得过琉璃 即使在神虚界 她还是替灵级别的毒药大师 萧欣宇听上官兰说过 琉璃的身世是个谜 她无父无母 是被林北玄从战场上捡回来的 她的心脏 名为灾毒之心 这颗心脏本身 就象征着毒中制毒 所以 她自由万毒不清 毕竟这世界上的剧毒 不论以任何形式存在 毒性都比不上她的心脏 这时 萧欣宇注意到琉璃的天鹅颈 她一直都佩戴着一条玉佩项链 玉佩表面 刻着一个玄字 这自然是林北玄的玄 根据上官兰的透露 琉璃和林北玄 是一对低调的情侣恋人 整个龙国 知道这个秘密的人 不超过五个 琉璃前辈 理论上讲 和你接吻 是不是会中毒啊 萧大人 这个问题 嘿嘿 没错 理论上是这样的 萧欣宇顿悟 感慨道 难怪啊 你和林前辈是一对 琉璃翘脸微红 压低声音 小大人 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八卦了 故事之初 她从战场上 捡到了无家可归的她 两人日久生情 却因为她的灾毒之心 无法成为真正的恋人 某一天 一场血流成河 浮尸遍野的战争过后 她遭受重伤 心脏破裂 距离死神的召唤只差一步 她流着泪 亲自主刀 帮她换了一颗机械心脏 从那以后 两人相恋相爱 她是先天毒体 她亲吻任何人 任何人都会毒发身亡 但她是机械之心 她亲吻她 毒素无效 爱意入骨 萧星宇对于这段故事 了解并不多 只是听上官兰提到过一些 但她知道 林北璇和琉璃 就是天作之河 两人之间的爱情 是宿命的爱情 她那最毒的纹 仅仅对她是最深的爱 琉璃前辈 我很好奇 林前辈的机械心脏 究竟是什么来的 小大人 您要不先干正事吧 八卦新闻什么的 有时间我再给您讲课 好 对 先干正事 萧星宇 你人族是要与我炼药族开战吗 夺损率领一群高阶炼药师 将萧星宇和琉璃团团包围 然而 这根本没有什么威慑里 炼药族唯一的战斗技巧 就是用毒 用毒 根本伤不到萧星宇和琉璃 焚药谷内培养的所有毒物 炼药师联合开启的所有毒阵 都是头位残躯万古禅的饲料 有些时候 克制比实力更重要 黑脸老头 如果你愿意安静下来 听听我所设想的合作计划 或许我们能成为朋友 少玩假惺惺的那套 什么合作计划 你就是想分我们炼药行业的一杯羹 不可能 这就是夺急的眼界 确实太低了 他只想守住自己的种族产业 固步自封 却不懂得变通 照这个节奏发展下去 人族和炼药族的战斗 就会彻底爆发 萧星宇有一百种办法 吞掉炼药族 但那样做的收益 远远不如合作 炼药族最宝贵的东西 可不只是焚药谷里的药材资源 还有这个种族 辛辛苦苦攒下来着的口碑 以及在医疗行业建立的完整体系 萧星宇需要这些东西 所以合作才是收益最大化的方式 灵力涌动 亡灵之火焚烧苍穹 萧星宇召唤亡灵之书 无序借主降临大地 碰 萧星宇一拳打碎 无序借主的身躯 漫天碎片飞舞 这是无序借主的破解形态 体内的灵力再度喷涌 萧星宇的瞳孔变成灰色 无数碎片汇聚掌心 萧星宇登地而起 犹如一道失控的灰色流星 贯穿山谷 擎贼先擎王 战斗还未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所有炼药师愣在原地 不敢造次 药王殿的废墟里 夺损躺在地上 漆黑的脸因为恐惧而变得煞白 锋利的刀剑 距离他的脖子 静在咫尺 这不是普通的刀 而是神器系亡灵御兽 静 琉璃站在不远处 眸光闪烁 心底暗盗 看来 我们龙国的太子殿下 已经觉醒 无限灵力 萧星宇确实觉醒了 无限灵力 而且是在上官同复活的 那个夜晚 他现在的实力 即使不用龙的力量 也高于石星宇寿师 但他对于静的驾驭 还是差了点火候 简单说 他可以召唤静 但无法像上官同那样 挥出铜神异刀流 不过就此刻的局势看 吓唬吓唬炼药族 够用了 这把刀 就是斩杀黄昏魔主 拨寻的那把刀 组长危险了 萧星宇 放过我们组长 否则我们全族拼上性命 也要拉你陪葬 萧星宇手持闪耀灰色光芒的镜 眼神冰冷 语气淡漠 黑脸老头 现在 我们可以坐下来 好好谈一谈合作了吧 在神虚界 真理至上 此时此刻 萧星宇手中的镜 就是真理 第1064章 征服炼药族 三族联盟 焚药谷 一众高阶炼药师 就像游戏里的人机一样 以呆板的战姿 愣在原地 不是他们不想救组长 而是没有这个能力 只能朝着夺损头去无奈的眼神 残驱万古禅 就这么水灵灵 矗立在谷底 炼药师唯一的战斗手段毒 只配几只巨型蛤蟆 增加一些饭后甜品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焚药谷的空气 变得干净了许多 暗沉的天空 恢复一抹光泽 只因此前融入空气的那些剧毒 全部被残驱万古禅吸入肺里 面对如此霸道的先天克制 炼药族举足上下 沉沦在深深的无力感之中 药王殿废墟 夺损面对镜的封侯 一点脾气都没有 老头子 夫人 你来干什么 附到人家 退下 夺损脸色大变 朝着一个少妇幕后 萧新宇抬眸看去 一个身材 曼妙的少妇 跌跌撞撞跑到废墟里 护在夺损的面前 萧药师 正值一个女人最美好的年华 从特征看 她不是炼药族的血脉 她的头上长出两根 闪烁蓝色光芒的触角 背后还有一双收敛的蝉翼 这是妖虫族的血脉特征 她是夺损唯一的妻子 本体是一只玉面妖蝉 嫁给夺损后 被族人们尊称一生青红夫人 这对夫妻靠在一起 像极了爷爷和孙女 夺损因为自幼是毒 肠草 炼药 如今身体勾楼 皮肤一阵轻一阵子 我们炼药族本来就不擅长打打杀杀 我们只是做一些炼药卖药的生意把 萧新宇的目光绕过青红 看向夺损 药王 没想到 你的夫人也是风韵犹存哪 萧新宇 你敢调戏我妻子 我 咳咳咳 夺损 夺损长红了脸 气得剧烈咳嗽 萧新宇神太自若 魔神之眼扫过青红 眼里没有一丝杂质 青红夫人 平日里 你一定欲求不满吧 萧药师 你 青红眼神多闪 不敢支持萧新宇 你丈夫常年炼药 虽然炼药族的血脉 可以免疫药材的毒性 但久而久之 难免产生一些难以言说的病症 夺损咬牙怒吼 萧新宇 你别乱说 黑脸老头 既然你那方面不行 得治 胡说八道 此时夺损的语气 已经明显可以听出心虚 以及对妻子的愧疚 外需百族 任何一个种族 都重视血脉的传承 你可是炼药族的族长 家里有如此貌美如花的妻子 膝下却没有子嗣传承 要知道 隔壁的水胶族 人家族长都抱虫孙子了 萧新宇说到这里 夺损无地自容 羞愧得低下头 没有男人愿意 承认自己不行 但事实摆在眼前 萧新宇表情淡然 没有露出嘲讽的神色 而是环顾四周 你们所有人 生来的使命就是炼药 这是你们身上的血脉 赋予你们的天赋 但你们每个人都有病 病症或许不同 却可以统称为职业病 常年采药 试药 炼药 让你们的身体 落下各种病根 你们无法治愈自己 毕竟 医者不自医 萧新宇的每一句话 都能戳中炼药族 每一位炼药师的痛楚 他们的天赋 能救死扶伤 能治愈别人 却无法治愈自己 哪怕是一位刚成年的炼药师 本处在意气风发的年龄 看起来却形如枯狗 头发掉光 皮肤上爬满各种毒素残留 形成的黑斑 每一位炼药师 身上都有难以启齿的病 萧新宇抬高音量 你们无法治愈自己 我可以 琉璃知道 接下来就是萧新宇的高光时刻 他调动灵力 将残躯万古禅 收回御寿文章 萧新宇打开空间戒指 在空地上召唤落神吞龙顶 释放鬼神修罗毕 直接徒手取出 昨夜炼制好的丹药 当丹药冷却下来 呈现金灿灿的光运 散发出浓郁的香气 这是我炼制的 麻氏丹 其药材成分 以及炼制原理 都适配于你们炼药族的血脉 服用后 因为常年炼药 而导致的职业病 就会缓解 持续服用 就会逐渐痊愈 在场所有炼药师 紧盯着萧新宇手中的丹药 半信半疑 黑脸老头 要不要试一试 夺损疑心很重 哼 想要毒死我 还不如直接杀了我 萧新宇索性看向清红 清红夫人 如果你想要一个 或者很多个属于你 和你丈夫的孩子 那就应该相信我 清红迟疑了片刻 但她看到萧新宇眼里的真诚 便伸出手 夫人 不要 夫人 你真是乱来啊 我可是炼药族的组长 你不信我 你信一个外人的炼药术 你 嗯 清红看起来 只是一个娇弱的妖虫族少妇 但为了拥有自己的孩子 为了在夫妻生活方面 获得满足 扫出这些年黑夜里 辗转反侧的寂寞 她义无反顾 强行把丹药塞进夺损嘴里 夺损咳嗽不止 丹药已经入腹 老头子 感觉怎么样 你呀你 真是愚蠢 竟然相信一个外人 你 夺损的指责声 戛然而止 她感觉小富 燃起一股从未有过的火焰 她盯着眼前风韵油存的妻子 浑浊的眼睛里 第一次燃起饥渴的欲望 夫人 我的身体好像 身为药王 夺损对于自己的身体 自然最了解 夺损立即抬起右手 给自己的左手耗脉诊断 三秒后 她忍不住上扬的唇角 说明了一切 恩人在上 受老夫一拜 夺损跪在地上 一脸诚恳 双手交叉放在胸前 献上炼药族最高的礼节 族人们看呆了 不过既然族长都跪了 大家只好跟着跪拜 萧欣宇露出满意的微笑 整个炼药族 几乎被她掌握在手心里了 我炼制的拔石丹不算多 等我有时间 我会为炼药族上下 炼制足够的药量 让你们摆脱职业病的困扰 夺损起身 眼里再无敌意 恩人 莫要说合作了 你需要我们炼药族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萧欣宇打开空间戒指 拿出一份你好的合同书 黑脸老头 这是我早就准备好的合同细节 你慢慢看 不急 我从来不是想抢你们炼药族的生意 我只是想 有钱大家一起赚 人族和炼药族 可以成为很好的同盟 萧欣宇转身就走 洒脱自如 恩人 这几天 好好享受你们的夫妻生活 朝着夺损眉目传情 夺损迫不及待抱起妻子 激动道 夫人 相信我 现在的我 一定能行 萧欣宇为什么帮助夺损重振雄风 因为他善 半个月后 理想之称 这可是大新闻啊 人族和炼药族结盟了 加上王岐族 这三族联盟的综合实力不容小觑啊 各位别聊了 要新阁开业了 咱们快去看看 外戌大陆第一神医萧欣宇 亲自作管看诊 这机会别错过呀 第1065章 要新阁阁主 新萌诞生 理想之城 云顶市集 最繁华的地段 最大的人流量聚集地 寸土寸金的一处十字街口 一座名为要新阁的医馆 坐地而起 外观看起来 就像一棵通天巨树 辉红气派之中 夹杂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先锋亚运 整座医馆的装修风格 到处彰显着龙国古典的传统美学 这是人族与炼药族联合创办的医馆 刚刚开业 就被人们打上外需大陆 第一医馆的美誉标签 因为坐镇这家医馆的首席炼药师 也就是药兴阁的阁主 肖兴宇这个男人 自从进入神虚界 屡语创造奇迹 已经给人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他的炼药术 究竟达到多么恐怖的境界 亲自领教过的人 最有发言权 比如威尔莱特 今天是药兴阁第一天开业的日子 威尔莱特代表整个王旗族 亲自到场 献上一份丰厚的开业礼 药王 夺损 炼药族的组长 曾经的最强炼药师 至尊级要顶 赤魂名炼狐的所有者 他 甘愿成为衬托萧星宇的一朵绿叶 在药兴阁内 他的职务是仅次于萧星宇的副阁主 这位曾经可是炼药界内天花板级别的人物 如今成了萧星宇的小弟 此消息已经传开 轰动整片外需大陆 关于萧星宇的传说 越来越神秘 越来越夸张 药星宇的创立 并非为了服务大众 而是专门诊治疑难杂症 炼药族旗下的其他医馆 照常营业 收费标准不变 而药星宇走的是高端路线 每天现诊十位患者 仅仅一笔问诊费 高达一亿需同币 确诊病因后 具体的治疗 根据治疗方案不同 治疗难度不同 收取对应的医药费 换言之 只要是走进药星宇的患者 想要彻底治好病 少说在这里留下上意的消费 这可不是消心与狮子大开口 毕竟药星格的受众群体 就是不差钱的大佬 比如威尔莱特那样的患者 只要能治好亡灵事故 还能突破血脉的二段之力 他一定甘愿在这里消费 大家别紧 排队 一个个来 问诊先缴纳 一亿需同币 我家阁主说了 哪怕你的寿命 只能维持到经验 阁主也能帮你续命 续命的时长 就取决于你们的钱包了 站在门口负责维持秩序的 是一只大熊猫 这是基础形态下的泥谱 看起来跟地匠族没有半点关系 皮肤就像黑铁一样 在阳光下反射寒芒 药星格开业第一天 求诊问药的患者络绎不绝 他们或是一些大种族的首领组长 又或者是六业草理事会的高层人员 这些有钱人最怕死 一旦患上疑难杂症 只要看到生的希望 那将不惜一切代价 钱财乃身外之物 这句话 果然只适用于生死抉择之间 时间来到中午 这才中午 药星格怎么关门了 大白天 生意不做了 开门 我要找肖神医 尼普把营业中的牌子 换成休息中的牌子 耐心解释道 各位 药星格的规矩写得清清楚楚 我们阁主每天只接诊十位病患 今日接诊名额已满 各位等明天吧 这则规矩的底层逻辑 就是饥饿营销 但饥饿营销的背后 是萧星宇那逆天的炼药术支撑着 除了他 没人敢定这么疯狂的规矩 药星格顶楼天台 萧星宇站在中间 朵笋和威尔莱特 半起左右三人站在一起的画面 象征着人族 炼药族 和王岐族的联盟 黑老头 这是药星格第一天开业 收入利润 可还满意 嘿嘿 满意 当然满意 恩公不愧是外需大陆第一神医啊 如今的朵笋 对萧星宇的态度 发生180度的转变 说是结盟合作 实则他的内心深处 已经把萧星宇当成大哥 他则是心甘情愿 老是本分做一个小弟 炼药术领域 萧星宇才是唯一的真神 朵笋不得不服 他也是得益于萧星宇炼制的拔石丹 才恢复了男人雄风 每个夜晚 看到妻子青红 一脸享受和满足的神情 他就产生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这份恩情 让朵笋更加坚定 追随萧星宇的信念 对了 黑老头 你和青红夫人 最近怎么样 多谢恩公赐药 我和夫人的感情越来越好 有时候可以折腾一夜 估计啊 用不了多久 我炼药族长的位置 就后继有人了 人族和炼药族的合作 是双赢的局面 炼药族的珍贵药材 成批成批送到人族领地 而且 人族内也建立了许多炼药房 大批高阶炼药师 来到人族 炼制更适合提升御寿等级 治疗御寿伤势的丹药 这种繁杂的大工程量工作 萧新宇一个人可干不完 这就是他和炼药族结盟的意义所在 在神虚界 单打独斗 终究死路一条 只有不断结盟 打通利益共享 资源共享的渠道 才能加速崛起 在最短的时间内 让人族变成外需大陆最强的种族 威尔莱特喝掉一杯烈酒 侧目看向萧新宇 萧 最近有一些小种族 想要加入我们三族联盟 我也听到了一些消息 我们可以进行资质筛选 对我们有利用价值的小种族 允许他们加入 萧新宇说完后 威尔莱特赞同点头 一旁的夺损沉思片刻 提议道 恩公 既然我们要扩大联盟规模 做大多强 总要起一个这儿八经的联盟名称吧 威尔莱特调侃笑道 是啊 总不能随着其他种族的加入 我们一直改名 叫什么四族联盟 五族联盟 取名字的事情 你们来想吧 还是你来吧 萧 你才是这个联盟的灵魂人物 恩公 别推脱了 我和威尔大人 都是为了追随你 才愿意站在你的左右 不是吗 萧新宇抬头望着天空 一轮炎日 倒映在眼眸深处 新盟 如何 萧新宇看到的是太阳 但他没有用太阳的元素取名 因为有关太阳的联盟名称 早就有了 燕盟 当初萧烈焰创造的燕盟 成为一段佳话 此刻 萧烈焰的儿子 在神虚界的土地上 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联盟 乌尔莱特 新盟 这个名字不错 夺损 我同意 盟主大人 新盟盟主萧新宇各位 接下来的路 我们一起走 新盟的诞生 就像一颗皎洁闪耀的星辰 在外需百足的大地上 冉冉升起 有人敬畏 有人加入 那么也会有人眼红极度 有人寂予生恨 第1066章 如何契约虚寿 寂灭日降临 英式天仙狂醉 乱把白云揉碎 时间如缩 人染蹉跎 神须借在一片尖末中 悄然进入 银庄宿果的岭东 人族核心领地 潮汐之涯 南艳天宫 若大清冷的宫殿内 师徒二人围炉主查 桌案上有一盘尚未分出胜负的棋局 还有一张兽皮地图 人族首领上官同的胸前 挂着一枚六叶草形状的徽章 徽章的中央印有数字七 就在前几天 上官同参加百足修罗台的擂台竞技 击败十富族的首领地暴雷牛 卡尔曼 他在外需时节的排名 也因此取代卡尔曼 目前位居第七 拥有肉身的上官同 成长速度 让萧新宇这个天才怪物 都感到浑身发毛的可怕 这个女人 对于进了进一步开发和驾驭 以及对亡灵之书的续写和升级 接令萧新宇耳目一新 脑海里自动生成一句感慨 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我师父永远是我师父 在亡灵御寿师这个职业的领域里 萧新宇跟上官同学习的地方 还有很多 上官同低垂着眼眸 扫视兽皮地图 新宇 最近这段时间 新萌的扩建速度越来越快了 零零总总加起来 新萌覆盖的种族数量 已经突破两位数了 新萌创立之初 只有人族 王岐族和炼药族 这三个种族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加入新萌的种族数量 已经达到13个 虽然其中大部分都是一些小种族 但这些种族身上 总有值得人族利用的价值和资源 比如宝石族 这个种族在神虚界本是小透明 但他们生产的特殊宝石 能为肖心羽麾下的 机械御兽军团 提供取之不禁用 之不洁的能源 再比如灵植族 这个种族的战斗力几乎为零 如果不加入新萌 或许随时都会毁灭 但他们孕育的灵气植物 是炼药族都培育不出来的 极品药材 用来炼制御 兽营养液 大幅提升御兽的进化速度 和伤势恢复速度 总而言之 这几个月 人族的发展 或者说新萌的壮大 就是肖心羽 社区铺路的细节写照 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环节 也是资源整合的历程 师父 神虚界的资源 已经被我们逐渐利用起来了 根据黄奸四的汇报 我们人族内 九星御兽师的数量稳步提升 机械御兽的研究进程 也有了重大突破 过段时间 我也该请零前辈过 来帮忙了 师徒对饮一杯热茶 彼此面带笑容 笑容里有欣慰 有满足 也有对未来的期许 上官同放下茶杯 神师父 怎么了 星宇 和你在一起做事 真的会让我想到 当年的天朝小队 想到我父亲了 嗯 萧星宇长叹一声 望着窗外的大雪 浅笑道 我毕竟是他的亲生儿子 能不像吗 只不过 那家伙到底跑哪去了 纵使一家人相认了 他也还是神秘兮兮 的 萧星宇对萧烈焰的吐槽 引起上官同的共鸣 你父亲那人 一直就是那个样子 做事总是瞒着我和你母亲 还有私奉 喜欢什么事都自己扛 但他也确实 具备把控大局的能力 总之 我认识他那么久 没见过他说 作为小姨子 这是上官同 对自己那位背景不祥的姐夫 最重肯的评价 茶水微凉 重新煮沸 上官同言归正传 问道 你小子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继续拉拢其他种族 壮大兴盟的势力吗 萧星宇微微摇头 拉拢其他种族 壮大兴盟 确实是我们很重要的一步棋 但归根结底 我们必须让我们人族的老本行 突破现在的枷锁和局限 上官同若有所思 老本行 你是说 御兽师这个职业 萧星宇点了点头 表情名重 师父 我们在神虚界 也算待了一段时日了 但我们没有契约 哪怕一只虚兽 想要让我们培养的御兽 突破混沌体的稚骨 我们必须解开虚兽身上的 秘密 虚兽与魔兽不同 它们的背景很模糊 只有一则广为流传的传说 传说中 它们并非来自地球之外的太空世界 而是神虚界曾经经历过一次大爆炸 在不为人知的地带 产生了一轮没有 边际的虚窝 也被称为原始虚窝 所有的虚兽的根 都来自原始虚窝 这段日子 萧星宇总结了虚兽与御兽师之间相关信息 第一 虚兽被击杀后 虚兽金盒会瞬间破灭 无法留存 这就导致御兽师 无法利用虚兽金盒 净化自己的御兽 第二 虚兽即使瀕临死亡 也不接受与御兽师缔结血气 这导致神虚界的御兽师 只能契约一些小种族的妖兽魔虫之流 同时 这也是御兽师这个职业 在神虚界一直吃不开的根本原因 第三 虚兽身上携带的异能 无法被御兽直接吸收 打个比方 就算尼普张开嘴吞了一只兵即虚兽 虚兽身上的异能 也不能被尼普获取使用 基于这三点 虚兽对于御兽师来说 就是纯粹的祸害 没有一丁点利用价值 所以 萧星宇迫切想要解开虚兽身上的秘密 想要成功契约一只虚兽 直至把这个物种研究透彻 叮 系统提示音 虽持弹道 发布系统任务 成功契约一只虚兽 等级不限 任务奖励 圣经 新约 加朗基努斯之枪 两个奖励皆适配于天使细域兽 萧星宇的内心兴奋起来 弗雷亚也该走向更高的舞台了 目前的弗雷亚 已经将天使族血脉的全部力量 开发到极致 想要进一步突破 必须超越血脉的界限 师父 这段时间 我会前行研究 有关虚兽的一切秘密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 契约一只虚兽 星宇 你放心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人族有我 不用担心 小姨 有你真好 抱一个 臭小子 上官同所有的慈爱和温柔 都给了眼前这个少年 是这个少年 让他这个来自灰暗的亡灵女神 有了炙热的温度 嗡嗡嗡 大殿突然震战 窗外传来诡异的瘟鸣 暴雪失去秩序 天地陷入混沌 一切事物都在走向崩溃的边缘 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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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首入侵 刺耳的防空警报 响彻人族领地的每一个角落 师徒两人立即冲出蓝艳天宫 举头望天 上官同绝美如画的脸颊上 呈现泥塑石雕一般的凝脂 这事 萧星宇见眉微醋 神色几番变幻 下意识吞咽一抹口水 师父 我们人族 迎来了第一个 寂灭日 一座无边无境的虚窝 取代了神虚界的天空 整片苍穹 像极了一颗没有颜色的眼球 在暴风雪中震荡着 散发着灭绝真理和秩序的威压 虚兽和魔兽完全不同 他们的攻击 几乎没有逻辑和规律 每当这一轮 足以覆盖神虚界领空的虚窝出现 就意味着虚兽大军会无差 别攻击内需六国和外需百足 这种现象被称为寂灭日 或许三年五载才会出现一次 或许在一个月内连续出现三五次 没有人能够预判 寂灭日降临的具体时间节点 这一场寂灭日 是肖星宇在神虚界创立人族后 遇到的第一场浩劫 也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考验 第1067章 玉龙诗和灭龙诗 雪之初遇 警戒 防御 集结 冲锋 不论是内需六国 还是外需百足 在这一刻 没有任何一个势力 还去计较小打小闹的恩怨情仇 神虚界的文明发展到今天 在这片大陆上 苟延残喘的所有生灵 早已不约而同 达成一个共识 每当寂灭日降临 大家眼里唯一的任务和执念 就是抵御虚兽入侵 度过这场浩劫 哪怕在寂灭日降临的前一秒 一个种族的首领 杀了另一个种族的首领 一秒过后 寂灭日降临 滔天血仇暂时搁置一边 两族势必联手 一起抗衡虚兽大军的突袭 什么是极致的残酷 神虚界才会显得格外和谐 此时此刻 这片冰冷的大陆上 没有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 只有抱团取暖 只有同心协力 潮汐之涯 这是人族的核心领地 也是新蒙总舵的所在地 13个种族的力量 融合在一起 一同抵抗寂灭日 带来的焚饰天灾 覆盖天穷的巨大虚窝 就像一颗抖动的眼球 虚窝开启 虚兽降临 成千上万只虚兽 汇聚成朝 他们抽象化的姿态 在伤殖的递增中 越发扭曲 无形之间 释放摧毁人们精神的特殊能量 乌云密布 雷声轰鸣 这场在虚兽的怒火中 熊熊燃烧的大雪 就像罪孽的天法 对标兽神体的繁极虚兽 就像从母虫体内 倾泻而出的潮水 无穷无尽 兵级和将级的虚兽 宛如一颗颗炮弹 对着人族的领地狂轰烂炸 寂灭日降临的战斗 从来没有预热和蓄取 因为进入白热化的厮杀血战 只需要一瞬之间 血泊和雪花 融为一个涂层 不只是人族领地 外须百足 乃至于内须六国 都笼罩在无情的战火之下 师父 我们上 星宇 跟在我后面 上官同刚刚召唤静 握刀之际 少年那放荡不羁的身影 穿过大雪和浓烟 跑到了他的前面 是你要跟上我才对 同 长江后浪推前浪 想把小姨拍在沙滩上 萧星宇的回眸一笑 让上官团的唇角 也跟着上扬 没大没小的家伙 敢直呼我的名字 团 开阵 上百种亡灵法阵同时开启 亡灵军团紧紧追随师徒二人 深邃的眼眶里 燃烧着信仰的火焰 这一刻 上官团追逐萧星宇的背影 仿佛回到了圣龙时代 他曾经也因为赌气 追逐萧烈焰的步伐 渐渐地 师徒二人并驾齐驱 师父 我们终于并肩战斗了 萧星宇 别分心 让我看看你这段时间 学习的成果 玉兽文章开启 萧星宇召唤婆罗沙神形态的美毒沙 皮羞面具加逃物凶象 防御拉满 护甲疯狂堆叠 觉醒无限灵力的萧星宇 不再受制于战斗续航的限制 接下来召唤其他玉兽 雪花反射的寒光 照耀废墟之上 断壁残垣之间 狂风席卷着乌叶 荒芜 凄凉 穿梭于破碎的瓦砺 呐喊 哀鸣 陨落 历劫 悲惨与绝望 一直都是寂灭日的主旋律 时间流逝 潮汐之牙山河破碎 满目疮痍 萧星宇的衣服 逐渐被鲜血染红 上官瞳的脚下 凝聚一池血泊 像他们这样的人族强者 在寂灭日的面前 也显得渺小无助 这股压迫感 帅及虚寿 全员警戒 当帅及虚寿涌现 真正的灾难 才刚刚开始 萧星宇被一群虚寿围攻 魔神之眼持续灼烧 他一心二用 企图在对抗虚寿的同时 看穿契约虚寿的技巧 虚寿与魔兽的构造 和本源完全不同 他们的意识 不属于他们自己 他们更像是造物主 下达的指令 具备高等智慧 但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理论上讲 御寿师确实无法 与虚寿地结血气 御寿师无法契约虚寿 这可是神虚界 一直以来的难题 如果这么容易就能解决 御寿师这个职业 何至沦落于此 嗡 萧星宇的脑袋猛的一阵 痛苦袭遍全身上下 每一根神经 潮汐之牙的上空 涌向一只形态具体的虚寿 在此之前 萧星宇见过的虚寿 都是抽象化的形态 无法用详细的语言去描绘 但这一只虚寿 他的形态轮廓无比清晰 他的主体躯干 就像一颗巨大的海星 通体散发着幽深的蓝光 表面滋生的无数吸盘 是一种能够发出 特殊音波的影响 天地之间 诡异的音波浩荡荡漾 冲击着所有人的灵魂 御主大人 美杜莎想要从兽朝中 救走萧星宇 却被另一群虚寿包围吞噬 冲血的魔神之眼 扫过那颗巨大无比的海星怪物 第三阶段 图腾及虚寿 无眠胎盘 何鲁特 萧星宇的心神大受震撼 身体仿佛浸泡在恐惧的海洋里 越是挣扎 越是下沉 越是窒息 虚寿的进化路径 总体分为三个大阶段 第一阶段 繁集 兵集 将集 第二阶段 帅集 王集 帝集 第三阶段 图腾 神圣 主宰 前两个阶段 所有的虚寿 都是以抽象化的形态出现 只有当虚寿进入第三阶段 从踏入图腾级开始 才会拥有稳定 而又具体的形态外观 这只无眠胎盘 何鲁特 就是图腾级的虚寿 外观轮廓类似海星 实则就是一轮孕育虚寿的胎盘 它产生的音波 类似于厉鬼的哀嚎 又像是婴儿的啼哭 这种音波传入人们耳中 就会产生灵魂崩溃 萧星宇的眼里 血丝越来越多 瞳孔失去光泽 眼瞼周围逐渐发黑 整张脸变得面黄肌兽 此刻萧星宇的状态 就像持续熬夜通宵的无眠者 体能和精力走向虚无 这就是无眠胎盘 何鲁特的强大异能 睡眠剥夺 它的出现 会让人一切物种 失去睡眠的权利 局部战场 时间法则随之扭曲 会让人们的思维 不休不止加速运行 直至精力耗尽而死 模糊的视线里 萧星宇可以看到无眠胎盘 何鲁特的身后 他的身后 悬浮着巨大的图腾光盘 形状并不规则 上面刻鲁的符文 也是灰色难懂 这就是图腾及虚寿 最大的特征 他们的身后 总会浮现着 不知道象征什么 寓意的图腾光盘 就在萧星宇 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 空间裂系开启 紫黑色的暗影漩涡 凭空出现 影学 影武者用来进行 空间跃迁的传送法阵 下一瞬 萧星宇嗅到一股熟悉的体香 眼前划过一双 修长白皙的眉腿 半透明的黑纱裙 摆在大雪中 自以飞扬 爽姐 萧星宇 你喊我什么雷亚陛下 暗影大帝 雷亚 空降人族领地 神虚界 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寂灭日降临后 内需六帝 有义务处理 所有图腾及 及以上的虚寿 因为只有达到六帝的实力 才能抗衡这种级别的怪物 力量就是责任 不论六帝之间 私下有何恩怨 在守护神虚界这件事上 大家没有分歧 雷亚玉手一挥 萧星宇的身体 被一根暗影丝带缠绕 缓缓降落 一只图腾及虚寿而已 且看本地斩碎它 雷亚集聚魅惑的眸子里 涌现不屑地嘲讽 她的身上 覆盖着漆黑如墨的暗影铠甲 肩上 披着彩虹一般般斑斓的 影光披风 她的身下没有影子 因为这套最强大的影之铠甲 就是她的影子所画 名为 魅影圣衣 她是最强大的影武者 一切光找不到的地方 都是她的统治区 她是暗影的化身 她是黑暗里的女神 就在雷亚准备单杀 这只图腾及虚寿的时刻 一道残影掠过 抢先一步 雷亚眼里闪过意外 和呆滞的神色 陈霄 这是萧星宇 与最强灭龙狮的出狱 宿命轮回兜兜转转 铜矿的背景 依旧是一场淋漓冰冷的大雪 第1068章 与君重逢 与君白头 凌乱的时空拗口分杂 是救人怎么也绕不出去的血迹 萧星宇在暗影复思的护送下 安稳落地 星宇 上官同搀扶神态恍然的萧星宇 关切问道 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师父 那道身影 我好像见过 谁 上官同一头雾水 顺着萧星宇的视线看去 潮汐之崖上空 雪花漫天 虚窝摇曳 本该扮演救世主这个角色的人 是暗影大帝 雷亚 然而 却被来自物国的灭龙大帝 陈霄 抢了全部风头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陷入呆滞 雪花悬停 残影定格 所有人抬头仰望 可以看到一抹娇弱却又伟岸的身姿 娇弱 是因为它的身躯 比人族的成年男性还要单薄纤细 在神虚界的环境下 如此弱小的体态 简直违反这个文明体系的发展 与进化的轨迹 伟岸 则是因为它身上散发着强大的神性 神性最表面化的呈现效果 就是让人在任何地点观测的时候 都只能采用 虔诚而又敬畏的仰望视角 哪怕看到陈霄的人们 还保持着战力的姿态 使得内心和灵魂已经沉浮下跪 这就是神性的魅力 它很难用语言完整描述清楚 它是一种真理 它是一种秩序 也是一种维系这颗星球 继续运转的立场 肖星宇同仁震动 魔神之眼险些被笼统取代 刹那之间 这颗星球上最强大的灭龙师 出手了 陈霄单手握拳 看似若不经风的身躯 犹如弯弓一样朝后拉伸 哄 灭龙傲义 破晓 这一拳天昏地暗 日月无光 狂躁激荡的力量 并非龙之力 而是灭龙之力 这种力量的本源 是灭龙师屠杀纯种龙族后 浑身沐浴龙血 而获得的力量 灭龙之力 要比龙之力更加强大 拳风浩荡 发出带有悲伤 痛苦 仇怨等无数种负面情绪的龙鸣咆哮 这一拳击碎无眠胎盘 何鲁特的同时 带来了破晓的黎明 耀眼的曙光 照亮鲜血蕴染的战场 萧星宇如遭雷击 站在原地 就像一根冻僵的木头 空气里肆意弥漫的灭龙之力 对他这位龙族之王来说 是何等肮脏 污秽 心臭 可是他盯着陈霄的背影 却生不出半点愤怒和恨意 那可是最强灭龙师 我是龙族唯一的王 为什么 我恨不起来呢 滴答 一滴泪 一出眼眶 在英俊清秀的侧脸上 划出歪歪扭扭的泪痕 停留在下巴间打转 直至结冰 萧星宇根本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哭 流泪了 但不痛 这是为什么 此时 比方 龙国皇城 夜蓝殿 噼里啪啦 桌案打翻 茶杯破碎 一阵莫名其妙的心脚之痛 让上官蓝栽倒在地 这种痛苦难以忍受 上官蓝那么坚强的一个人 此刻满头冷汗 脸颊苍白 立体的五官痛到扭曲 蓝 肥走进大殿 搀扶上官蓝 会痛的呼吸 焚骨的心跳 上官蓝单手捂着胸口 血红的目光盯着眼前 这位龙文使 肥 告诉我 我胸膛里 是不是我的心脏 蓝 一定是的 我能感受到 这孩子的心很痛 他很伤心 蓝 你先冷静 我不放心我儿子 我要去神虚界找他 而行千里母担忧 上官蓝不知道 萧星宇身上 背负着怎样的轮回因果 他只知道 萧星宇就是自己 他拥有萧星宇的心脏 他能够感知到 萧星宇的悲伤 他要去见自己的儿子 他担心自己的儿子 潮汐之牙 时间只是一个数字 随着数字的跳动 寂灭日终于结束了 潮汐之牙上空 所有虚窝关闭 虚授大军当中 死的死 伤的伤 半死不活的残兵 逃之夭夭 如果以上帝视角窥探 整个神虚界 都笼罩在阴霾与血腥交织的 大雪深处 天地间弥漫着 无尽的孤寂 荒凉 悲怆 寂灭日 就像是造物主 往凡尘世间 投掷的罪孽神法 洗涤大地 给这片大地 来一次大换血 每次寂灭日结束 都会有一些种族 走向灭亡 同时也伴随着 新兴种族的诞生 潮汐之牙 雪地裂 星蒙十三族的战士们 目光聚焦在 雷亚和陈霄的身上 这两位大地的身影 通常只有在 寂灭日降临的时候 才能一睹风华 平日里 一般人可没机会 看到他们的身影 更别说青年 领略他们的实战之姿了 陈霄落地 他穿着一件 紫颜红色的长袍 上面纹着巨龙 与枷锁的图腾纹路 这是一套散发着 帝王霸气的服饰 但他单薄细弱的身姿 似乎撑不起来 使得霸气锐减 反而多了一些阴柔的美 他的脸上 佩戴着金色的龙骨面具 神秘的真容 不曾有人看过 雷亚 雷亚的好奇心 陈霄没有满足 龙骨面具下 他侧眸看去 幽深的目光 在萧星宇身上扫过 陈霄来这里 是为了见他一面 在这个雪花飘零的战场上 初见是惊鸿一瞥 南科一梦是他 重逢来迟 别来无恙也是他 陈霄看得到 现在的龙王 过得很好 那个家伙 我是不是真的 在哪见到过 萧星宇也在凝望陈霄 两人的视线 产生一叉的交集 令人无力的宿命感 在冰天雪地里 就像一盏拉扯的风筝 拉不回 也丢不掉 陈霄的末法龙筒里 有血丝 萧星宇的魔神之眼 有水雾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是秋风悲化善 这场雪很奇怪 像是藏了某种东西 像遗憾 像不甘 像爱而不得 陈霄 你回答我的问题 雷亚 再会 你 陈霄没有逗留 转身离开 毕竟只看他一眼 足矣 滚烫的灵魂 在天寒地冻的战场上 撒着狂放不羁的眼 萧星宇和陈霄的头顶上 落满了血 这次的羽军重逢 也算是一种羽军白头吧 灭龙大帝 陈霄 面具下 究竟是怎样一张脸 萧星宇喜欢戴面具 这一次 轮到他好奇别人的面具下 是怎样的一张脸了 叮 系统提示音 拉回萧星宇的思绪 发布特殊任务 亲手摘下陈霄的面具 看清那张脸 任务奖励 龙球皇 一颗将龙族血脉 与凤凰血脉 融合的玉兽蛋 萧星宇望着陈霄消失的背影 愣了很久很久 若是不提雪 怎么形容血下的很大 一步浅 两步深 三步少年以白头 一人行 两行硬 三步抬眸以无痕 雪地里 世间万物皆是空 唯有青涩的龙王 穷然竭力 形影相调 他身上流淌的孤独 本就是曾经那个末法时代的底色 第1069章末法时代 一次次的龙王展 经过寂灭日洗礼的神须戒 凄惨悲凉 寡淡孤寂 黎明的光并不温暖 雪地里流淌的血液依旧冰冷 雪越下越大 渐渐覆盖所有尸体 企图掩盖战火的残酷 和末日法则的罪念 一双雪白的眉腿 映入萧星宇的视野 此刻站在他面前的女人 是尹国的统治者 暗影大帝 雷亚萧星宇 你喜欢男人 雷亚抛出的问题 差点给精神恍惚的萧星宇 整不会了 啊 我不喜欢男人啊 雷亚陛下 您这个问题 您怀疑我的兴趣向 既然不喜欢男人 雷亚俯身 近距离只是萧星宇的眼睛追问 那你刚才为什么一直盯着陈霄看 萧星宇一时语色 这个问题 她没办法回答 她是第一次见到陈霄 但冥冥之中 仿佛是命运的安排 让她对陈霄产生浓厚的兴趣 萧星宇 你确定你不喜欢男人 雷亚对这个问题很执着 她那张充满魅惑的脸蛋上 只有一种色彩 就是深深的好奇 所以这个问题 她一定要刨根问底 雷亚挺直腰背 好看的手指 捏着自己的下巴 呢喃低语 那就奇怪了 刚才你看陈霄的眼神 明明有强烈的情感波动 雷亚的血脉来自魅魔族 她是先天魅魔圣体 拥有强大的魅惑力 任何男性都无法抗拒 当初雷亚第一次遇到萧星宇的时候 多次释放魅力 几番勾引 甚至还故意泄露一些春光 即便如此 她也未曾在萧星宇的眼里 看到一丝邪念和欲望 甚至连情感的波动都没有 然而就在刚刚 萧星宇和陈霄对视的时候 雷亚作为旁观者 她目睹了一切 她清楚看到 萧星宇看向陈霄的眼神 朦胧而又迷离 或者说 那是一道无比深情的眼神 这种眼神 雷亚从未在任何一个男人 眼里见到过 那是无比纯粹的深情 是她渴望的东西 是她从未拥有过的东西 正因如此 这一刻 她对眼前的少年 产生了更深层次的兴趣 萧星宇 这是你第一次经历寂灭日吧 嗯 萧星宇一身血 她在战斗中受了重伤 一条胳膊几乎抬不起来 寂灭日就是这么恐怖 哪怕这位人族顶尖强者 即使在不使用龙王之力的情况下 在这片土地上 也会频繁受伤 继续活下去 继续在外序百足里往上爬 我很期待未来的你 从始至终 雷亚没有直接对萧星宇 或者对星蒙 施以援手 因为她很好奇 这位有趣的少年 仅凭自己的力量 能在神虚界 走出怎样的一条路 如果萧星宇没走出来 算她看走了眼 如果萧星宇走出来了 那就顶风相见 临走之前 雷亚的目光 被一旁的上官团吸引 心中暗叹 好强大的灵魂 萧星宇 这是你的女人 蛮漂亮的 可嗨嗨 萧星宇满脸通红 紧张咳嗽 急忙解释道 雷亚陛下 您误会了 这是我师父 师徒恋 你很会玩啊 她是我师父 也是我小姨妈 亲的那种 得知上官团 是萧星宇的亲小姨 雷亚倾笑点头 刻意调侃了一句萧星宇 看来你和你的家人 都不简单呢 雷亚陛下 我请您喝茶 来者是客 况且雷亚的初衷 是为了来这里 除掉那只图腾及虚兽 护佑这一方天地 她的心意 萧星宇明白 不了 我还有事 雷亚面前 浮现一轮紫黑色的影穴 好似通往阴暗世界的漩涡 萧星宇 期待我们下次见面 恭送雷亚陛下 雷亚离开后 萧星宇松了口气 和这样的女人产生交集 每一次见面 每一次对话 都让她如履薄冰 胆战心惊 暗影大帝 雷亚 魅魔族血脉 她的泪水 就是魅魔泪 萧星宇嘀嘀咕咕半天 转身走到上官团的面前 师父 我想问一下 你说怎样 才能让一个女人流泪 上官同名思苦想 给出两个答案 让女人流泪 似乎也不难 第一 在感情上 伤透她 第二 在物理上 打哭她 萧星宇恍然大悟 不禁赞叹 师父不愧是师父 一语惊醒梦中人 徒儿悟了 萧星宇已有妻子 她很爱慕容惺惺 所以她不会在神虚界 欠一屁股感情债 相比之下 上官同给出的第二个答案 更适合萧星宇 如果我开三龙王形态 打哭雷亚 应该问题不大 雷亚的魅魔泪 是治愈金圣雅双眼的 最后一道材料 所以 这个女人的泪水 萧星宇想要尽快取到 灰蒙蒙的天幕 透过黎明的暗光 萧星宇瞬间失神 脑海里又浮现出 陈萧的身影 所以 那张龙骨面具之下的脸 究竟长什么样子 碎风斟酌着血色 云丛中射出的寒芒 化作痛苦的衣食 悟国的龙穴大雾 长久弥漫 龙玉之门的门后 困着龙玉凤的暗伤 悲堤的乌鸦 短暂邪适逅着华丽的反点 灭龙祭坛 陈萧跪在祭坛中央 回忆着 刚才见到他的每一个镜头 冥冥中的宝雪 成了某些人走不出的油画 血越下越深 陈萧的回忆也越来越深 在那个真理 与秩序烧尽灭绝的末法时代 废土之上 寿性之下 没有救世主的力挽狂澜 没有上仓的疼惜怜悯 没有身后的伙伴拥顿 那座风景在过去的战场上 只有一个血染冰雪的少年 一次次挥着龙王斩 企图一遍遍重来 欲要扭转无法逃脱的宿命 什么是无法逃脱的宿命 有的人 第一眼就是赢家 但他没有赢到最后的归宿 然而 他并非输给别人 也没有输给自己 他只是败倒在命的囚龙里 又一次在雪地里见到你 我很开心 但看你现在过得很好 我反而希望 你不要再回到王位上了 地大 血泪已坠地 点缀苍白血 一滴相思泪 肃尽离别苦 龙王甘肠断 血染化凄凉尘消 是物国的统治者 他是最强灭龙师 我这是第一次见到他 产生的特殊情愫和感觉 便进一步说明 龙族的终极秘密 就跟物国和灭龙师有关 龙玉之门 一定在他的掌控下 他那张面具 我一定要亲手摘下 此刻的肖心语 握紧拳头 眼神坚定 站姿 净显龙王霸气 他之所以能如此理智地思考和分析 是因为他还没有看到陈霄的脸 且等有朝一日 他亲手摘下那张龙骨面具 看清那张脸的刹那 这位少年 一定无法保持现在的理智